我們看到我們的台灣 在這小鷹團隊上任之後 到現在你會發現了 怎麼風波一波一波的起 昨天晚上的時候 連這個辦關谷的華航 他們居然都鬧罷工了 在現在你看到那畫面跟場景 昨天晚上南京東路 馬路也被佔據掉了 在今天的時候 大家想要上班 想要上課 你連過都過不了 全部塞車塞在那邊 但華航罷工整件事情 政府你是不是也要出一點力 該負點責任呢 是 立剛 華航他們的空服員工會 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他們突然間說六月中開始 就是緊急突然間突襲式的罷工 就準備從今天凌晨零時開始 就全面罷工了 這個跟原來預期 大概7月才會開始罷工 大家完全沒有辦法預料到 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針對誰來的 真的誰 因為今天早上9點鐘 蔡英文要出國出訪啊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特別選在這個時機 你是不是故意針對 就是要展現給 我們的小英總統看的呢 不會... 他的飛機一樣飛出去 而且他飛出去的時候 跑到上面 還沒有華航的飛機耶 那個是當時華航 緊急去聯絡5位機師 跟14位機組人員 他們確定他們一定會到 他們才敢這樣飛 不然的話 你沒有確定的話 他們也不知道這些人 到底會不會來啊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控服員工會為什麼要特別選在這個時機 當然因為第一個 昨天華航撤壞了董事長 然後再加上小英可能今天要出國 所以他們才特別選在這個時機去弄 我們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會覺得很奇怪 華航的這些空服員 到底在抗爭什麼東西 其實一個導火線是什麼 就是在5月5號 也就是馬政府最末期的時候 當時華航宣布了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所謂的六一條款 也就是說以前他們 大家是從你到松山機場 你就報到我就開始起算 接下來在坐交通車去逃機 可是以後不是 就是你如果在逃機上班的人 你要到逃機去報到才算 可是海濱不對 你說5月5號 現在都已經6月24了 都一個多月前的事了 是 所以就是當時 很多員工都開始反彈 一直到新政府上任 他們一直都 新政府也沒有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到了5月31號的時候 當時他們就上街頭抗議 然後1500人上街頭 那政府唯一一次介入接觸 也就是那一天的時候 後來協調不成 協調還是破例 但你知道在這個情況 當時工會已經預告說 7月我就要全面罷工抗爭的時候 是啊 結果黃的高層 不但沒有去安撫協調 結果你知道他們反而要幹什麼 你知道嗎 做什麼 他們做了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第一個 他不跟工服員協調 然後要跑去跟機師協調 為什麼要跟機師協調 然後跟機師協調 安撫好機師 等於就是孤立工服員 你的意思是說 反正只要有機師飛機 就飛得出去 然後第二個 他居然找了一堆 這些退休的空姐來講說 你們這些新的空姐不要上 那我們這些人 隨時都可以補上來 然後他黃還對外宣稱說 這些到最後真的不願意上的 大概只有600多個人 你的意思就是說吃定著 你絕對不敢罷工 因為你敢罷工 我老的就可以把你新的給推掉了 我跟妳講 甚至我個人覺得更離譜的就是 這日年工會前兩天不是投票嗎 投票個人已經通過 大家都幾乎是九成多以上 大家決定要罷工的時候 我覺得黃黃高層還是沒動靜 那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 我覺得整個新政府好像都陷入 一種麻木不仁的狀態 然後甚至段宜康 這也是執政黨的立委 他自己都在爆料 就在昨天傍晚 人家已經準備要罷工了 你知道當時黃黃高層在幹什麼嗎 幹什麼 他們正在準備歡送會 歡送誰 因為松弘祥前董事長要離職 他要離職晚上要辦歡送會 所以他們在準備歡送趴 你看麻木不仁到這種地步 你連工會的所有動靜 你黃黃高層沒有一個人知道嗎 你交通部沒有人知道嗎 你們這些人在幹嘛 你知道交通部長在幹嘛 交通部長昨天在馬祖 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的樣子 交通部長這事情 都這麼大 他打開電視都會看到 他難不成沒看到嗎 所以我跟你講 你知道黃黃高層 到最後什麼時候才回來 什麼時候 到昨天晚上1點20分 才跑到桃園機場去 而且他不是去安撫這些空服員 他是跑到1點20跑到桃園機場去 看一下黃黃的調度有沒有出問題 然後結果馬上被旅客 應該說是今天凌晨 對 馬上被旅客向線 你到底在幹什麼 人家都已經在罷工抗爭了 結果你們所有的事情都搞不定 所以有人覺得 這個黃黃高層 這個新政府所有跟交通部長 然後你的 我們的勞動部部長 人跑哪去 你怎麼沒有出來協調一下 這是勞工問題 應該勞動部長要出來 所以難怪現在很多人在講 你根本不叫勞動部長 你叫資動部長 你是資本家的動員部長 你根本就不是為勞工在導講 可是你這樣講不對 人家這個小英政府在上台之前 都一直要顧慮到勞工的生活 怎麼一上台馬上腦袋都換了 顧慮個鬼 今天我跟你講 蔡英文要出國前來講說 我們因為他相信 大家如果不是因為忍無可忍的話 不會出來罷工 你總統都這樣講 那你們就趕快接受 人家的條件就好了 因為你認為錯誤都在黃黃高層 你新政府不要忘記 你是黃黃的大股東 對 所以這是你自己搞出來的事情 你們是政府 你們是執政黨 那你總統都這樣講話 那你們還讓人家罷工幹嘛 你趕快答應人家的條件 結果也沒答應 那現在還弄出來一個河暖圈 去跟人家協調 那我希望協調是會有結果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黃黃高層離譜到什麼 你知道他們大家 空服員的條件越來越差 結果他們的董監事 領的心本越來越高 我跟你講 所以這整個經營層面都有問題 那誰把錢勞走了 我跟你講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公司虧錢的話 誰應該先採新 當然是董監事先採新 結果你們是去撿這些空服員的薪水 結果你們這些董監事的薪水 反而攢 一年還漲30萬 我跟你講 那華航的解釋是說 那是因為前董事長 那個退職金的關係 所以造成照片上好像增多 其實他們董監事 沒領這麼多錢 但是問題是 你只要這樣一算下來 我們空服員每一個都苦瓜他 結果你們這些高層 每一個領大錢 那誰能夠忍受下去 而且你們還變相去 苛扣人家的福利 所以我說真的 今天不管華航的高層 今天不管是交通部 今天是整個新政府 你們如果再這樣 麻木不忍下去的話 我看接下來要反的 恐怕社會每一個層面 都要起來反對你們了 我們總覺得 新政府上任之後 可能會有六個月的蜜月期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到了滿月的時候的 整個民調來說 連50%這個門檻 都已經不到了 但現在華航罷工 這是否代表了整件事情 只是一個引爆點呢 你會注意到 在現在的這時候 六千個官位 六千個好康的位置 六千個肥圈 正等著蔡英文 一個一個放棋子進去 華航這個位置才剛放完 要解決這藍莓之急 但原山飯店這個位置 有人黑馬坐進去了 原山飯店 號稱 曾經是這個 衝撞體制的民主勝地 現在這個董事長的這個人選 也爆出黑馬了 你知道嗎 最新今天傳出來說 前民進黨主席 一顧的這個黃信介 他的基要秘書 也是前新竹地區的立法委員 張學順 據說已經被高層鎖定為 接任原山飯店的 這個董作的人選 原山飯店這一個 他什麼原因可以接 一方面張學順 客家之地 客家的背景 然後再加上 他在這個小英輔選的時候 戰功標柄 當然也要裡面的這個派系角力 然後政治分章 最後仇勇 輪到這個張學順 好 這個張學順出現之後 人家就想說 原山飯店是兵家必勝之地嗎 政黨輪替之後每次都會搶 當然會搶 我告訴你 這簡直是我昨天在講的 大肥鍋之中的肥肉 你是不是董事長跟總經理 兩個職位加起來薪水多少錢 一年 給你算 給你猜一下 跟黃航的一樣 30萬 40萬差不多 那你是算一個月這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董事長 總經理加起來一年超過800萬 一年800萬 這麼多 比他的頂頭上司交通部長還多 光是董事長 一個月就快30萬 加上這個年終獎金 加上三節的禮金 加加起來 一年的年薪董事長 就超過422萬 你知道他的頂頭上司 交通部部長的薪水多少嗎 一年就235萬 足足多了快200萬 我要是交通部長 我也想去幹原山飯店董事長 可是問題是華航 這麼大一個公司 原山飯店就這麼一個飯店 而且我再告訴你 他居然有這麼高的金額 對 再加上 剛剛不是在講說 很多國營事業經營績效都不佳 原山飯店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所以很多的飯店董事長 你去看很多大台北地區的 五星級飯店 幾乎有些董事長 幾乎都是不執行的 他是強調要領那個 可以分鼓勵的 你這樣才能讓董事長 可以去拚經營績效 這樣講合理對不對 你不要在那邊坐領 你董事長跟人家 領那麼多年薪幹嘛 結果這個原山飯店說 你看就是從畫面上這個 宗才宜 當時當年誤闖小白兔的這個 誤闖從你的小白兔的時代 所定下來的 好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 國營事業開始有這樣的一個 罷工 抗議 但是你知道嗎 挪威2012年4年前 他們也有一個國營事業 他們政府機構大罷工 結果連公務員都走上街頭 你看到沒有 很多的公務員走上街頭 攤磚了整個挪威的 當時奧斯盧 還有政府機關紛紛關門打羊 不管是大學考試都被迫中斷 還有很多的養老中心 孤兒院學校 體育館 游泳池一大堆的名聲設施 全部都沒辦法運作 而且你知道嗎 當時還有三四百個 他們的機場安檢人員 也去加入罷工 在那邊走上街頭抗議 結果當時機場大排長龍 很多人要出入境都不方便 沒辦法 安檢人員都跑去罷工抗議 甚至還有三百個刑警 要抓半人的刑警 也跑去抗議 還有結果因此 那治安總完蛋了 全國御證的罰警 也去抗議 走上街頭罷工 那監獄裡面都沒人 監獄裡面還因此 提早釋放了54個犯人出來 真好 那犯人一定會說 那你挪威多罷工請示 當時農威的總理的夫人 蘇柏魯他也加入罷工 也引起這個側目 好 講到罷工抗議 我們都會想到 像這次華航的罷工 很多場外的花絮 是注意到這些美麗的焦點 這些女性空服 有些都滿漂亮的 但是你知道嗎 在韓國 他們講到罷工抗議 走上街頭 可不是手軟的 你看他們拿的是什麼東西 蹦一下那個是汽油彈 他們手上必備的是 這個石頭 磚塊 汽油彈 棍棒 木棒 很多的客席都在這些 暴動抗議罷工的人手上 可是暴動抗議還真是劇烈 而且你看看警察也不手懶 他們拿的是那些催淚瓦斯 就是兩邊看起來 就像是遊擊隊 跟正規軍在街頭上對打的樣子 所以對比到我們在街頭的 這個抗爭運動 你看看韓國 韓國它這個是強調 民族尊嚴性的 所以他們在街頭抗爭起來 你看 往往就把街頭當成戰場 我們看到這份個畫面 你看到的就是國外的這種罷工 跟我們台灣的這種罷工方式 是不太一樣 但是在昨天的會場 你如果仔細去端倪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 人的思維方式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世代的不同 怎麼說 錢空姐對上了七年級的 這次的工會的發言人 你會發現到 有些事情的這種觀點 跟這種認知上面來說 真的又不一樣 立剛 這就是世代的差異 我們曉得我們現在台灣的世代 你可以說有五六年級生 七八九年級生 那我們這次從歷史罷工 華航歷史罷工這件事情來看 你看 也可以看出世代差異 來 左邊這個人 是他們華航的前資深空姐 你看他叫陸立林 他就講 他認為 他的立場覺得說 你們不應該罷工 你們應該知福惜福 你們應該要做一個 讓大家肯定的千里馬 可是他此話一出 你看看我右邊開的這個框 你會發現這就是新世代 他是個七年級生 他叫做黃慧珍 他就是這次華航空服員 職業工會的發言人 也是我說的歷史上 第一次出現華航罷工的 中校推手七個人之一 他們這些人就認為 你們過去的這些資深空姐 我尊重你們的精神 可是你不曉得 現在我們新世代 在做這些空服員 我們所受到的 這些血汗的遭遇 他們說這叫紅眼航班 比方說他們一個月 要飛120個小時 觀眾朋友 因為我過去自己 有清楚是空姐 過去我的空姐 她不是五六年級生 他們一個月大概就飛八九十個小時 他的班表如果飛超過一百個小時 他就會告訴我說 那個鍾伯 這飛超過一百個小時很累 我真的整體也沒看 現在他們要飛120個小時 再來 更多了 更多了 多了二三十個 再來他們要飛得那種 廣體客機 我們講經濟艙 三百多個人 三百個人 結果他說他們只有六個空姐 在伺候這三百個人 平均一個空姐要分到50個個人 那這樣子的話 這工作的負擔量也變大 事業而講到世代差異 日本有一種工作 叫做死亡青少人 他們以前到人家家裡面 去處理那些腐爛的遺體 都是老年人 獨居的 獨居的老年人 可能七八十歲 然後他們孤獨的死去 沒有人知道 可是很令人驚訝的 他們現在到 有人這個日本的家裡面去 處理的竟然是年輕人 年輕人 為什麼 這些年輕人被叫做簡居族 你看看他們就可能一個人 然後獨自居住在這樣的公寓裡頭 套房裡頭 然後孤獨的死去都沒有人知道 可是你說孤獨離世的 居然不是老人了 不是獨居老人 但是是年輕人 立正三十幾歲比你我都還年輕 對啊 那是怎麼回事 好 我引用這個 死亡青少人的說法 他說他當時去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遺體 都已經死亡好幾日都沒有人發現 整個都已經腐爛 然後蒼蠅滿到處飛 後來父親來了 父親來協助處理後事 他就講 他說因為我的兒子 他從小就被霸凌 坦白講立剛 這霸凌在我們那個世代 也比較少聽說吧 可是現在不曉得為什麼 日本 他們這個世代 遭遇到霸凌的事件很多 然後他兒子 從小再成長的時候 就很多的陰影 後來到社會上工作 他又沒有辦法適應 那種高度競爭的職場 還有他兒子也強調 人際關係是他最困擾的事情 立剛說真的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臉書 沒有群組 我們不用擔心群組被剔除 也不用擔心社群組 沒人看 或是沒有被人家 按讚等等 所以他說他兒子過得很辛苦 可是他也沒想到 他兒子這樣適應不良 最後決定選擇 不是宅 這跟宅不一樣 觀眾朋友 檢居是比宅才要再更孤獨的 是完全幾乎與世隔絕 所以他的消息 他的現況 沒有人會知道 也才因此會導致有死亡青少人 去處理年輕遺體30歲而已 不過日本 其實老年人 他們的日子也不好受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日本對於很多的 經濟不景氣 對於很多老年人工作 沒辦法保障 老年因此 犯罪力因此而提高 老年人犯罪力反而提高了 這根據他們的警政廳發現 這些老年人他們 去偷東西或是幹嘛的 那你有罪要不要法要 所以他們日本出現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叫老人監獄 你看 你看這老人監獄 你以為是老人兩岳 我以為是養老院 怎麼是監獄 不是 我告訴你 老人監獄很特別 他們 即使89歲的人 你在外面偷了個東西 你當了一個爬手 你都得進來關 這個監獄裡頭 所以他們有跟年輕人關在一起 沒有 因為他跟年輕人關在一起 只要起衝突 可能就被打死了 是 而且我告訴你 跟年輕人關在一起 這些監獄也不好管理 這些老年人 他們已經是用住行器了 他們要吃習慣 我告訴你 從他吃的飲食要不一樣 還有他走路 他們的所有環境 他們到處都是欄杆 走廊都是欄杆 沒有怕他們摔倒 還有這監獄沒有階梯的 都是那種有坡度的 好讓老人可以慢慢的上下 還有我剛才講的 醫護人員 監獄裡面的醫護人員 如果是一般的監獄 你不用24小時待命 他們要24小時待命 你說這是到養老院還是老人監獄 我告訴你 日本監獄左方的講法很簡單 只要有罪必罰 再老我們都得關 我還要繼續蓋 好 可是我剛才講的 為什麼老人的犯罪率會提升 有沒有可能跟經濟不經濟有關 你知道日本他們現在一直希望 能夠把法定退休年齡再往上升 不然銀法族也需要工作 你知道現在65歲的日本銀法族 10個有兩個必須要出來工作 他們可能在百貨公司賣個領帶 他60幾歲了 甚至有80幾歲的人 他可能也必須要在麥當勞打工 原因很簡單 他講他們說 他們如果再老都不去工作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養活自己 你就知道 日本的經濟已經不經濟到 銀法族89歲 80幾歲都得出來工作 我們看到這世代之間的差異 我們從這次的華航抗爭當中 你也可以注意到 這世代之間的一個問題 如果不解決再擴大 未來小英政府 你可能真的很難過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 我們說挑戰極限的方式很多 但是挑戰極限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安全 因為你一個不留神 可能就粉身碎骨 騎腳踏車可以去挑戰 那個叫死亡寬度 因為它那個寬度 就只有腳踏車那麼寬 可是旁邊全是懸崖峭 你看這三個騎單車的單車客 你看看 我沒有騙你吧 那旁邊摔下去不得了 而且你看後面那個人的鏡頭 看著他前面那個夥伴 你看他這個騎第一個的 我看他這個膽子要特別大 還有這種有沒有 類似我們人型的戰道 人才那種的戰道 腳踏車站要擠不悟 可是說你有沒有看到 旁邊連個護欄都沒有 那萬一我不小心撞到那個牆旁邊 像剛剛你看那個路那麼顛簸 對 而且那個懸崖 你看那個懸崖 這下去是不然這樣深淵 我看我這樣目測 大概百來公尺 而且你看它最後還是 平安的騎到盡頭了 可是各位 我剛剛為什麼說那是死亡寬度 你看那寬度是不是 一定要腳踏車過去剛剛好而已 而且人的肩膀 就跟它一樣寬 沒錯 是 好 為了是 有的人就是敢去挑戰 但是有些地方 你可能想挑戰挑戰不到 只有老鷹才看得到 我帶大家去用 老鷹的視野看世界好不好 老鷹帶著GoPro 對 好 你看 老鷹現在它從心飛下來 這是哪裡 法國阿爾卑斯山 坦白講這種高度 不是一般人能去的 可是你從老鷹的視野來看的話 你突然發現 其實阿爾卑斯山 不是都完全都一定都是雪 好像也有綠地的存在 然後可是你看 遠方的那些白雪矮矮的 還是一樣把整個 阿爾卑斯山群 山峰 給蓋住了對不對 還不止 這隻老鷹他這樣子飛一飛 他等一下還會飛過了山峰樹頂 然後你還看有登山者 在他這個爪 雙腳上要掠過 還有等一下他會飛 冰川來了 立剛 這個精彩 這個是他們 柏朗峰北側的冰海冰川 我坦白講 我們用空拍機想要拍這個鏡頭 都不一定做得到 對 可是現在老鷹 他因為他的展示高飛 剛好我們藉由他的眼睛 看到了這個柏朗峰的冰海冰川 這個冰川 綿延有6.4公里 所以你看看 這隻老鷹 我相信這是人給他裝上去 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上面有鏡頭 可是他去帶著人看著他的視野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所以他用他自己飛行的 這種習慣的方式 帶我們人去看到一些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鏡頭 整個法國的這些群山高峰 都盡收我們人類的原地 我們看著這畫面 你會覺得說 有時候視野看得不同 可能角度也就不一樣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戰車 每一輛戰車重量都有那四五十公噸以上 可是如果用吊車來吊 你覺得吊得起來嗎 我就想到立剛 你說裝甲兵 戰車如果定在拋毛環要怎麼吊 裝甲救濟車才行吧 結果既然有人出動一般的吊車 他真的就想要把三四十噸 四五十噸的戰車給吊起來 平公吊起來了 吊起來了 那我們就看看這位吊車兇有沒有辦法 結果每一旦沒吊起來 他自己被吊起來了 整個層九十度瞬間翻覆 告訴各位 這就叫自不量力 戰車這麼重 你就好像是一個天平的 這個磅秤一樣 他懸在另外一端 到底是你能夠支撐他 還是他會把你給拖下來了 你那個吊車有幾頓重 好 結果這早就不信心 我剛剛說的裝甲救濟車 你怎麼不用 結果自己的下場就是自己翻覆 我們看著這畫面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許多事情上面來說 你要經過深思熟慮在做 要不然可能就像剛剛那樣的結果 休息一下 來揭秘 看著台灣今年的梅雨缺水 因為最主要梅雨封面 根本沒有停留在台灣 但是梅雨封面停留在這江南 到華中地區可不得了 水災加上龍捲風接踵而至 昨天在這個中國大陸江蘇地區 在這個澀陽 富寧 淮安 沿城這一帶 出現了千年一遇的這個 極端天氣 全部集中在一起的罕見現象 為什麼這樣講 二十幾分鐘內 這短短的時間 就有這個狂風暴雨 龍捲風 冰雹 還有這個暴風 這個簡直是這個 強風豪雨這樣子的大暴雨 所以當時造成了這個 剛剛我講的江蘇地區那幾個地方 將近九十八個人身亡 而且還有七八百個人受傷 還有甚至那個四萬公平方公尺的 這個高科技廠房 一位平地 怎麼會三種極端氣候的這個天氣 在這二十幾分鐘半個小時之內 同時出現在江蘇這幾個地方 居民形容說 簡直就像世界末日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讓這個有關機關 也難以這個緊急的及時去防範 那其實講到這個中國大陸 很奇怪的這個氣候 突然這個降臨 之前在湖南省的這個三倍村 也是一樣 三倍村它有一個外號 叫做雷吉村 你意思說那個地方 南部城雷吉非常多 是 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好像這個山蘭這樣子 在梯田這樣子 好像很適合拍片 然後使用旅遊 但是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很美的地方 可是隱藏著 每年造成這個地方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 一年平均大概至少有十個人 因為雷吉而喪命 所以當然三倍村的人會怕 所以他們就聽到打雷閃電 就想說趕快躲起來 而且想說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是不是也是跟剛剛 我講江蘇的狀況一樣 得罪了神嗎 還是怎麼樣 被詛咒嗎 找法師來做吧 你說天打雷必要 有一次法師還真的去做法 天神 祈求不要讓湖南三倍村 在招逢這樣一個厄運 雷電不要再這個 籠罩在這個三倍村這個地方 做完法一定沒事了 是 結果沒想到 一沒事之後沒多久 又打雷了 打到那個法師他家的地板上 下的法師連夜班家 對不起 你們歷請高明 可能是我的錯 不管我的事搬走了 誰敢再去做法 後來這個事情 傳到了有關當局的惡禮 湖南省的氣象局 他們省氣象局的 這個防雷中心主任叫徐永勝 科學 什麼做法有沒有搞錯 他去查了一下 了解一下那個三倍村的這個地形 為什麼會變成雷吉村 然後詭異的常常有落雷 而且他們發現居民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野外是最危險 家裡面是室內最安全對不對 這平均每年十個人 被雷打死的這個遇難 都是死在家裡 什麼 雷怎麼會打到家裡面去 雷要落雷要打到人 一定是在那荒郊野外 人是最高點 怎麼反而都出事在家裡 後來這個徐永勝主任發現說 原來這幾個遇難 被雷打死的村民 大部分都是站在他們家裡面 那個電燈炮 電燈或是電源線 電線旁邊的開關旁邊 你這樣講 怪不得剛剛你看畫面 他們一打雷的時候 馬上關電源 然後點蠟燭對不對 對 後來離清了這個問題之後 而且有好幾個人 都是幾乎相同的死因 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後來他就叫村民 把那些遇難的被害人家裡面 就被雷打死的人 然後家裡面那個電線整理整理 也告訴村民說 盡量遠離這些地方 後來想說那應該沒事了吧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三倍村 村長的弟弟有一年居然被打死了 他並沒有靠近他家的電燈炮 跟電線旁邊 莫名其妙在家裡面又被雷打死 這時候徐主任 你不是說我們清完了電線 整理的電燈炮 不要靠近電源的地方 後來發現原來三倍村那個地形 他附近有一些高壓電和電線 是在民宅民居的附近 就算他家裡面沒有那個東西 他旁邊還是有形成一個高壓電廠 有一個這個雷電感應現象 還是不小心打到他家 就偏偏打到了村長他的這個弟弟 甚至徐主任後來發現一個驚人的地方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那個梯田山來 很美嗎 是啊 梯田它有大量的這個很大的面積 提供了這個稻田 還有很多的這個水分 他的上空就容易產生一種 加上它是一個鍋形的山坡 東南高西北低這樣的一個地形 容易產生在上面會有一個對流雲 那對流雲 我們知道你學氣象了 就是容易變成有雷雨雲 他那個山坡低田的面積又特別大 雷雨雲這樣子一打下來 難怪每次面積那麼大 而且久久不甩 而且常常發生的機率很高 所以只好都打在那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畫面當中 全部都在這梯田附近 所以他們只好減少了 梯田那邊的水源 那邊不要因為梯田裡面稻田 水道裡面會有很多的水分 然後減少那邊的水源 還有它那個地形的關係 還有附近很多高壓電廠跟電線 減少那些的因子 原來雷吉村的雷電 常常光顧他們這個村 得罪雷神所有的這個資密 終於解開了 看到這天氣的變化之下 你要特別的留意 尤其在夏天的這時候 雷吉事件會常發生 可是夏天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到哪 到歐洲 到義大利的威尼斯去走一走 但到了威尼斯那邊 你要小心 這個水都的下面 其實現在有個黑影出現 有人說水怪到了威尼斯 威尼斯那邊還有水 還可以划船 其實還是滿令人高興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在那邊划船 你在那邊做那個 鴻多拉的時候 你發現水底下有古怪 這個閒情意志可能消散了一些 那就怪了 是啊 因為當地很多人 當地很多的這個鴻多利爾 那包含說把這影片拍下來 這個啾啾 他就說 他50歲了 他在這邊划這個平底船 已經好幾十年了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50年沒看過這種東西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水底有一個黑影 然後而且是活的 還在動 而且他在動的方式 好像在水裡面拍翅膀 像在水裡面飛一樣 他竟然是Sting Ray 看起來像是刺轟 看起來像是刺轟 那當然 我們是比較理性的探討說 他可能是刺轟 因為當地的各種傳言 已經不進而走 所以你意思說大家都很害怕 好奇又害怕 因為畢竟對他們來說 這個東西跑到他們 這個瘟尼斯的水道裡面來 這也是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 那接下來的話 好啦 如果說你是搭搭郵輪 搭搭這個渡輪而已 你可能看到水裡面 有奇怪的生物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怪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是潛水員 對不對 例如說畫面上我們看到 是潛水員Allen 他到Florida那邊去潛水 對他來說的話 他可能這個還滿習慣的 但是這一次的遭遇卻不一樣 奇怪 剛剛不是說是在拍 這個Allen嗎 怎麼旁邊有一隻 這個難道是那一邊 有一些拍照模特兒 你可以過去跟他拍照嗎 張開嘴巴有沒有發現 結果對他們來說 因為這個的話 是Allen的男朋友 Michael幫忙拍的影像 因為其實他們在下面潛水 在那邊玩的時候 沒想到這是野生的海牛 所以他一直 他不是本來在這邊等人的 不是 不是刻意安排的 不是 這個Melate 這個海牛他其實是在那邊經過 經過就經過 我們知道他們個性都很溫馴對不對 沒想到他竟然過來拉 這個Allen一起拍照 我們之前不是說 人喜歡跟動物拍這個貼臉照 可是你要小心 例如說大手工還有螃蟹 還有鱷魚都會咬你對不對 沒錯 但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是海牛來拉他 你有沒有看見 他那個騎感覺上就像拉著他 來吧 我們來拍照 我們來拍照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拍下了很多 這麼樣特殊的畫面 但是我們剛剛好 假設我們把這個Allen 把這個女潛水員 當作是比例池的話 立康你覺得這一隻海牛多大隻 其實可能差不多是小孩大小 對啊 好像也還好吧 就了不起一兩公尺 對不對 立康你知道嗎 一兩公尺還滿大 對 還滿大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告訴你 如果過去曾經有海牛七公尺呢 不可能 最大可以漲到十公尺呢 一部公車長多了 是我們身高的多少倍 大家想想看 曾經有過 真有這麼大隻 對 可是在兩三百年前 絕種了 這真是見鬼了對不對 所以以前還真有過 怎麼回事 在1741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有一個 博物學家叫特斯拉 然後他其實就搭這個 Saint Peter's 就是搭這個聖彼得號這個船 然後就出去 然後要尋找新的航道 那他們到了白令海附近的時候 就發現有個地方還不錯 他們就在那邊站 暫時在那邊休息 那當地很多人也發現 你想想看 1741年而已 那時候野生動物非常的多 他們就在那邊抓海狗 然後在那邊抓這個海榻 結果竟然就發現 有一個巨大的生物 而且不是一個而已 很多隻巨大的生物 會在他們的海岸附近 那也就是我們說的大海牛 那因為是特斯拉在十年後 他發表了這個新種 所以也把它稱為特斯拉海牛 最大可以大到十公尺 那麼大隻 非常巨大 結果他們當地的人 剛不是說抓海狗 然後抓海榻嗎 突然覺得這個巨大的生物 好像不大怕人 你難不成說 牠們動腦筋動到牠身上了 真的要抓牠 牠不大怕人 牠其實平常是吃素的 然後牠也沒有什麼攻擊性 牠也不會攻擊人 結果沒想到人就攻擊牠了 就開始抓牠 開始綁牠 然後還用巨大的兇器 然後結果弄得整個 你可以說是那個時候的 血色海灣那種場景又重現了 結果特斯拉的記載是說 你不管怎麼樣傷害牠 這大海牛不叫 從來沒有發出聲音過 然後大家就殺牠 牠的皮非常的厚 很好用 結果聽說牠的肉很好吃 又不容易腐敗 結果大家這樣吃啊吃啊吃啊吃的 可是這樣子九公尺一隻 可以養活多少人 對啊 但是沒想到 這麼大隻也沒有 27年後1768年全部被吃光了 才短短到27年 我們現在就算有興趣的話 你也只能去看到 在很少數的自然史博物館裡面 有留下一些展覽品而已 所以人的口腹之域 這個股價還真的沒大隻 這個股價應該沒有大 因為牠們最大可以到10公尺 可是你想想看 擺一個7 8公尺的股價 表示這個生物曾經存在過 但是才27年的時間 就被人吃光了 所以人真的是非常可怕的生物 兩三百年前居然有這麼巨大的生物 人短短27年就把牠整個 完全給殲滅掉了 可是說到人 現在主宰著地球之時 人總是在這死的地球上 許多的生物滅絕 可是人自己要小心 因為外太空飛來的幽浮 現在的顏色變成金色了 什麼時候把人給滅絕 我們可不知道 是 立剛有人就認為說 因為最近我們發現 這種幽浮的頻率越來越頻繁 而且都在一些很鮮豔的地方 會發現 很怪異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外星人已經決定 要跟地球人公開他們存在的事實 然後最近在加州的長堤市 有人又拍到這樣子 你看牠是一個金黃色的這樣幽浮 牠現在就在那個夜空 就在那個天上 非常明顯 就在那邊停滯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看牠就這樣拍著牠 然後更奇怪就是 牠放射出金黃色的光芒 可是牠光芒放… 後來牠們發覺這個物體 牠本身已經消失掉 可那個光芒還繼續存在 光芒還會存在 所以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這個好像完全超出人類的 科學領域去 因為人類的系統 因為設備裡面 沒有這樣的東西 是 照我來講 你就算是有東西可以發光 你東西如果離開了或消失了 那個光也應該要消失 為什麼牠這個光還會存在 所以現在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這到底是一種自然現象 還是說這是 就是不明飛行物體 也就是外星人來地球的證明 實際上 現在不明飛行物體越來越多 甚至不是在地球上我們都看了一些 我跟你講NASA最近在土星那邊 就看到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土星附近有不明飛行物體 我跟你講 土星離地球這麼遠 是 你只要望遠鏡 天不望遠鏡看的 我們都知道土星正有名 就是牠的土星環 牠的土星環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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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牠應該是由這些 我們認為牠應該是有碎石頭 冰塊這些東西結合而成的 可是你看 在那個土星環旁邊這個地方 你看那是個什麼東西 你意思說那個白點點嗎 是 那個白點點 為什麼突然冒出來這樣一個東西 那個環旁邊的整個結構 好像被那個白點 好像被它破壞掉了 那是代表這個環第一個 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第一個 牠是不是本身重力很強 所以牠扭曲了那附近的 那個環的質量 所以讓牠跟牠靠近 還是說牠當時正以非常高的速度 衝破這個環 所以就是說在衝過那個環的時候 造成了這樣的效果 對 是不是造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牠又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是一般的小行星嗎 還是彙星嗎 還是說是外星人的 不明飛行物體 目前一切我們都不得而知 只是我們拍下來的這張照片 所以讓我們覺得 非常非常的疑惑 這到底應該是什麼東西 但我跟你講立剛 不是只有土星這邊才有 在火星上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探測車還在那邊 對不對 對 好奇號 是 好奇號還在那邊 還有機會號也在上面 最新我們在那邊 好奇號拍攝出來照片裡頭 我們就發覺 立剛你有沒有看到 那是個什麼東西 真的在火星上 怎麼好像躲了一個人在那邊 那就是一個人 誰躲在那石頭後面 不知道 有人就重新把這個圖 重新借過還原出來 你知道 他發覺這好像是一個 有臉 對 好像是一個人 那他長得很像誰 記不記得立剛 我們很久以前曾經講過 在那個阿塔卡馬 桑莫我們不是發現一個 以示外星人的一個小人嗎 對 那個小人長得不是很怪 因為那個頭骨樣子也不對 然後他肋骨只有九對 跟一般人都完全不一樣 而且超級小 他只有15公分大 可是你現在看那兩個對比畫面 你有沒有發現到他們 我告訴你 立剛我們現在 把這個影片重新還原去看 發覺這個人也是差不多15公分的 難道他不是同一個種族的人嗎 難不成之前在地球上 發現是火星來的 但是問題是立剛 你聽不覺得當時 有人就把阿塔卡馬 這個發現這個骨骸 拿去給科學家去做DNA驗證 結果科學家的說法是什麼 是說這個阿塔卡馬 這個不是外星人 是人類 因為他排列順序好像跟人一樣 跟人 他的DNA跟人類是一樣 只是他可能因為產生了突變 然後他在地球上至少還活了 好幾年的時間 可是立剛你可以想像 只有15公分高的人要怎麼活 不可能 我實在覺得 你又不是發仙子 對 你要怎麼活下去 人為什麼會產出這麼小的一個人 他到底要怎麼樣在地球上生存 所以立剛到現在 雖然說科學家驗證認為 他DNA跟人類是一樣的 我還是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這個生物是怎麼存在 而且他還活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今天在火星上 我們發現人到底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都在揣測 但是科學家告訴我們是什麼 你知道 這叫做幻想性錯事 什麼 幻想 對 他就說 因為從1976年那個海盜太空船 那個登陸火星之後 很多人就說 我又看到了什麼東西 又看到了什麼東西 因為大家一直騎到火星上 有生物 那科學家就說 這都是因為你太期待 要去看到這些奇怪的東西 所以你才會自己造成了 自己的幻想 自己造成了錯覺 你硬認為它長得好 還有什麼東西 那當然這是科學家的解釋 有的時候我們不見得會完全認同 但是立剛你知道嗎 現在科學家正想要用 利用愛因斯坦的理論 愛因斯坦最有名的相對論 這些東西 然後去建構整個宇宙 因為包括黑洞的存在 其實都是愛因斯坦相對論 預期過的而已 後來也成型了 我們也確實發現了 黑洞的存在 那愛因斯坦相對論告訴我們 他跟牛頓力學最大的不同就是 以前牛頓力學說 是因為有一個力量 去拉出另外一個力量 所以這個星球會繞著這個星球轉 可是愛因斯坦相對論是認為說 其實不是用力量去拉它 而是因為重力 就是它的質量造成的空間扭曲 扭曲了之後 你這些其他的東西 進入了這個扭曲的空間 所以只好造成這個軌道去運行 他就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解釋 行進之間這些重力的相互影響 問題是立剛 現在科學家在利用 愛因斯坦相對論去 重新建構整個宇宙的時候 其實我們遇到一個 非常大的困難 什麼困難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發現 所有的可見的宇宙 包括這些會發亮的恆星 這些東西 它的質量其實只佔 宇宙中的一點點而已 你說它的質量非常非常微小 是 反而是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佔了宇宙中的質量 超過90%以上 這樣子 那問題是你根本就看不到它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描小到 根本就只是伊莉莎還不到 是 那這些所謂的暗物質 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發現了這些暗物質 搞不好它就完全會違背 愛因斯坦相對論 是 搞不好根本就不是我們人類 在預期中這種東西 科學家有許多的理念跟想法 但是在框架出這些想法 跟理念的時候 你有時候卻發現到 等到時間 等到了這些科技更發達的時候 這些理論 可能都是錯誤的狀況 但我們說到那莫西亞好了 莫西亞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許多人一直抱持 一個質疑的態度 因為在那荒山野地裡面 在那廢棄的醫院裡面 這些東西是真的物質的存在 還只是人類幻想的一個空間 那這些虛幻的影像 似乎沒有像我們這樣子 這麼樣紮實的形體 可是又不斷 不斷的被我們看見 然後這些影片又層出不窮 我們這次帶大家到叢林裡面去 然後就會發現 其中有很特殊的 小黑影這樣子晃過 這個小黑影的話 它應該不會是我們人 似乎也不是我們熟悉的動物 這個晃過去的小黑影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大家就好奇 因為你說這個Yeti 你說這個Bigfoot 也沒有那麼小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Mostman Yeti的小孩 Yeti的小孩 有可能是不是 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就很好奇 可是看起來就是兩腳在立 是啊 然後身上這麼黑 是它的色素的關係嗎 還是它其實身披長矛 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非常的好奇 另外的話 還不只這一些 剛剛是在野外 對不對 那如果讓人更害怕的是什麼 就是在自己家裡 家是自己安全的堡壘 當然 又是有人覺得家裡面 好像有奇怪的特殊的聲響 那家裡明明就沒有人 可是他們就一直覺得很怪 是不是又有東西 跟他們共用這個空間 那這個時候他們似乎就拍到了 一個特殊的聲響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見 那你會覺得這是個人嗎 那是什麼東西 甚至有人說 這其實只是一隻手 一隻會在房子裡 走來走去的手 可是他家裡沒有人 怎麼會有手出現 那這是不是就怪了 是有一個形體遮住 只有手露出來嗎 還是說其實大家還記得嗎 在二 三十年前 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對不對 阿達一族 裡面的那個Sing 裡面的那個寵物 不就是一隻手會跑來跑去嗎 難道有真實版的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些影像 也都是讓我們匪夷所思 不了解它背後的原理 到底是什麼 可是似乎又真的影像 被拍出來 好 不管是一些叢林的地方 不管是我們自己安全的 堡壘家裡面 那如果是沒有人住之後 大家會覺得人氣漸漸的淡去 這一些廢棄的防射 是不是出現這一些 特殊影像的機率又更高呢 也就是說可能忍不住 別的東西來住了 是 因為空間就空在這裡 對不對 會不會有特殊的物種 剛剛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 不明的形影在晃動 是不是有特殊的黑影 在那邊閃爍 那到底這一些東西是什麼 它真的像我們一樣 是有一個特殊的形體在嗎 還是又有一些 不明的 未知的世界 被我們看見了呢 或者我們又有大家 更熟悉的說法 敢說這是模型嗎 敢是好兄弟嗎 還是說一些鬼魅之說 在我們真實的上演呢 那我們昨天試圖 從這個三度空間 三度空間的移動 是一個時間的概念 來跟大家做描述 這聽起來可能很虛幻 可是如果大家過去 有用過膠捲的話 你就會知道 過去電影在放的時候 不是有很大一捆膠捲嗎 我們拍照拍出來 不是也有很長的底片嗎 你就可以想像 那個就是在移動的時間 你如果把底片疊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幾個影像 就會重疊在一起 沒錯 我們再跟大家 今天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好了 我想大家可能稍微都知道 我們的宇宙是在非常久以前 有一個Big Bang 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大霹靂 然後就開始爆炸了 是不是 爆炸之後就膨脹 那當然這一些理論的話 我們有一個就是 這個有名的物理 理論物理的大師就是霍金 他其實很喜歡跟大家 從這個宇宙跟這個時間的角度 來探考一些 我們可能存在 但是我們身處其中 卻不了解其中奧秘的事項 那我們剛剛講到膨脹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大霹靂 大爆炸 而且膨脹之後 只有我們這一個宇宙呢 所以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的 證據跟說法是說 其實大家要知道 有很多宇宙 或者我們講有很多的世界 是跟我們現存的世界同時存在 但是它就像兩條平行線一樣 不會相交 所以你根本不會了解 就是那樣子沒辦法這樣 有個交錯點 對 你沒有辦法了解其中 只有一些特殊體質的人 或者是你在特殊的狀態之下 你可能稍微有一點了解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 parallel universe 所以只有在那個特殊狀態下 有交錯了 在那個特殊的時機 我看到了 對 或者是你有感應了 那麼這個不同狀態之下 的這一些空間的交疊 是不是就是一些鬼魅之說 科學的解釋呢 我們再講到 我們剛剛是說的這個parallel universe 就是平行宇宙 可是有人說 你不要用平行宇宙這個詞 宇宙從來就不是只有 我們生存的這一個宇宙而已 它本來就有很多個 所以他們更喜歡講叫做multiverse 就是本來就是多重的宇宙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 大家都一直不斷的存在 只是我們的眼界 我們的感應 只能夠知道我們現存的這個世界而已 但是講到這邊 如果大家覺得懸的話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跟大家提 莊州夢蝶 還是蝶夢莊州 虛幻跟真實之間的感應 你怎麼樣可以體會 18層地獄 它是18重的世界嗎 《華言經》裡面提到的 20重華言世界 或者佛家說的 3000大千世界 這是什麼呢 難道古老的智慧 就一直透露的多重宇宙 平行宇宙其實是存在的 我們生活的空間當中 是否有另外一層的空間穿插於其中 到目前仍然是一個不得而知的狀況 但是我們注意 這最近的整個天氣的變化 人可是就會明顯的感受到了 尤其在大陸的華州 江南地區 現在的狀況 可是越來越劇烈了 我們這幾天是跟大家說 極端氣候對全球的很多地方 都造成重創 但是其實昨天在中國大陸的江蘇 那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為他們可能是突然 非常強的對流跟降雨 所以其實他們竟然就有了暴雨 雷擊 然後接下來的話還有冰雹 還有龍捲風 四合一的天災 在那個地方 連那個地方都出現了龍捲風 而且非常可怕的是 截至昨天晚上8點 他們目前已經造成78個人死亡 而且已經超過500個人受傷 很多的防射是直接就被掀了 或者是塌了 然後居民就直接這樣子爬出來 這個地方真是滿目瘡椅 而且我們跟大家講到 其實這個一個災難 四合一的複合災難過來 然後就奪走了78條人命 所以其實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所以他們當地的話 已經進入了這個緊急戒備的狀態 而且他們其實就馬上 掉了這個照明設備 然後還有帳篷 摺疊窗等等的 那希望幫助更多的災民 能夠走過這一段 而且我們不知道 他這個事情的話 例如說今天明天 是會持續的再發生下去 因為其實這種極端氣候水 造成了天災 而且真的人就是臭手不及 你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 而且他們覺得 其中這個四合一的災難當中 最可怕的就是龍捲風 整個捲過來的話 整個烏瓦就掀了 另外大家知道這是什麼事情嗎 有沒有看見 一個一個的水塘跟積水的地方 好像被炸彈轟炸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他們下冰爆 而且其實你看起來 很大顆 非常大顆 很恐怖 所以其實被打到之後 這個非死即傷血流如注 所以其實我們當然不希望 這個受傷跟死傷的數據 會再上去 但是你就會發現 對 很多人在這個 斷垣殘壁當中 很多人還在裡面 等著大家去救援 所以其實這個極端氣候 因此大家都要知道 不要當成說好像就是 世界各地哪裡發生的新聞 其實在這麼目前可怕的狀況之下 我們大家都是氣候災民 所以其實真的要去注意它 當然我們台灣目前沒有發生 這麼嚴重的事情 可是還是出現了 因為氣候的關係 而導致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是 在台東太平西派那邊的話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生態池 而且那邊其實還種了一些水生植物 原本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很漂亮 很悠閒的環境 結果沒想到大家就說 這哪是魚池 這根本是一大鍋的魚湯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的魚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對 因為幾百隻魚就這樣子 對 就死了 然後就冰斗 那就算沒有死的 你也發現它沒有辦法 順利好好的游泳 要嘛就整隻浮起來 或者是側著 或者是你看看 它在水邊就算人過去 因為一般看到人影 他們嚇到應該會閃 都沒有辦法閃了 結果大家推測是怎麼回事 大家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懸 因為溫度高 結果那個水 而且它水質又很淺 你可以看到這工作人員下去 這水深應該沒有到膝蓋 他們就說大概30幾公分而已 然後溫度一直照一直照一直晒 而且這個水底可能寬廣 但是又淺 所以其實它的水溫 大家不是說水溫一般是25度 C嗎 大家去量它的水溫 竟然達37度 這個水裡面的話 因為溫度高 然後魚就死掉了 但是其實有時候 水裡面還不是只有魚 水裡面竟然會有黃金 這個聽起來很懸 那一定是有人掉下去的 對 怎麼會這樣子 來 我們帶大家去 看到中國大湖這一邊 他們沒想到竟然在魚池那一邊 竟然會找到黃金 一開始的話 是小朋友就在那邊玩 因為就是熱 然後就是因為玩 結果玩完之後發現 奇怪 怎麼好像反光之後 有這種金黃色的 這黃閃閃的光線在那附近 小朋友就去玩 結果沒想到在江蘇大風 有漁村那一邊的這個魚塘 就是魚池裡面 磨出一塊黃金 那小朋友就說 怎麼是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你剛剛看到畫面 當時還滿大一塊 然後他們就拿回去 大家就想說這是什麼 會不會是狗頭金 那狗頭金大家記得嗎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在新疆那一邊 剛剛那個畫面給大家看 就狗頭金 那狗頭金是什麼 狗頭金是 你就直接撿到 是純的金礦 是原礦 沒有經過野鏈的 對不對 但是他們剛剛這個的話 一看就是經過人為已經處理過 因為看起來好像有棱有角 方方正正 上面還有一些特殊的花紋 接下來我覺得網路的資料很有趣 他們說有年紀大的人拿來 看一看之後放在嘴巴一咬 發現咬得下去 咬得下去 因為黃金比較軟 對 經過野鏈還滿純的黃金 結果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就全部都沸騰了 魚池裡面有黃金 吸勞夫佑全部都去撿了 你說大家都下去勞了 就立剛你知道嗎 還沒有讓他們失望 撿出21塊黃金 怎麼這麼多 然後大家就想說 奇怪 我們這個地方 怎麼會有黃金 又不產金礦 為什麼金會在水裡 會不會是有人掉的 可是不可能掉這麼多黃金 一定急得要命 大家應該知道 小村子新聞怎麼會埋得住 大家已經知道 沒有聽說 下面有墳墓嗎 這是陪葬的嗎 我們大豐有漁村這邊 又沒有聽說出什麼打官貴人 不會是這樣子 沒打官貴人也許是古代歷史的 一些古墓 敲出來的 大家就好奇 那會不會是裡面有以前的古墓 出來的呢 就這時候這個事情 就驚動了當地的政府單位 所以他們要來調查了 他們的民警就過來調查 然後後來調查之後 他們就發現 立剛你知道嗎 這個竟然是文物 是文物 是文物 那麼這個東西都要上繳中央 所以你意思說這些東西 是考古的 21塊全部都收過來 那早知他們不吭聲 全部可以放口袋了 這麼說也是沒錯 中央報告完了 但是如果你自己 發不了財了 放口袋 他們到時候如果發現 叫你吐 你還是得吐出來 所以其實他們就發現 而且其實我覺得很明顯 大家看到有沒有 這個一看就知道 不可能是狗頭巾 不可能是金礦 這個明明是已經經過處理的 因為上面有花紋 而且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字體在上面 當然這個可能大家看 我們大家出來 這上面寫的是什麼 上面寫的是隱元 那隱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隱就是古前戰國時代 除那個地方 例如說這個隱書煙說 舉足上名這個成語 大家可能聽過 原來這個是當時候流傳的金幣 戰國時代楚國 戰國的金幣 2500 多久以前的 值錢值錢 駕駛連城 結果那個時候的話 原來考古出來還發現 好像是目前為止我們知道 最早流通的金幣 所以下次在魚池裡面 還不是摸魚而已 真的有可能摸出金塊來 沒想到 居然在魚池裡面 可以撈到這樣的金塊 但是有一個地方 你絕對撈不到金塊 那個地方就是在貴州了 因為貴州那個 窮鄉屁野的地方 許多的一些 比較少數民族 他們會住在那裡 但是他們現在練就了一套功夫 叫做經濟獨立 但你會想說 立在什麼地方 立的那個地方 你保證不敢站 這個地方在貴州 有一副奇景 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大刀王 號稱是刀鋒上的奇人 極淨居 他竟然能夠站在吹毛斷法 這個鋒利的刀刃上面 你可以看到 他是赤腳行走 可是這樣腳不會割傷嗎 我也很好奇 而且人體一定有他的重量 你看他這樣子 好像用腳趾的地方去施力 站在那個刀刃上面 那個刀刃不管是吹毛斷法 據說他們拿布也好 或者是絲毛巾 或者一般的紙張 在那邊刷一下 幾乎會被劃開 馬上就剖成兩半了 是 可是你看這個人 卻可以展現 強大的身體輕盈的能力 激進羽 輕功 而且他是在藏 這個12公尺的刀刃上 可是那把刀那麼尖銳 你看他的腳底板 他似乎都沒做啥 沒有流血 而且重點是你看 他還可以做出倒立的動作 他這樣倒立趴 他脖子就要被切斷嗎 所以讓人家立他捏一把冷汗 一開始他這樣子行走 感覺上這個步履非常的輕盈 而且他還能夠展現那種大棚展資 經濟獨立 你看到沒有 可以這樣子倒立的走都可以 後來他甚至把這個 所謂的這個世界第一刀再升級 把它升級本來是12公尺長 升級成18公尺長 還有進階版 然後他離地面故意架高 離地面大概12公尺高 然後至少他又把這個刀刃的 那個傾斜角度 拉到35度傾斜角 然後一樣這樣的一個表現 他的這個特殊的行走功夫 不但是剛剛講的經濟獨立 道立甚至大棚展資行走這樣 對他來說好像不費摧毀之力 這也展現出貴州在苗族存在 這樣的一個極淨語 被稱為這個世界大刀王的 他的一個特殊貴州苗族的這個人 他們特有的輕功跟氣功 那貴州不只有這種奇人 其實貴州還有一個很古老的傳說 竟然有野人 有野人存在 出現在貴州的這個月亮山 月亮山它的一個腹地 有一個據說是苗族的存在 當地的人很多人聲稱說 曾經看過野人 據說在這個以前1930年代 30年的這個六月的時候 當時有一群這個 大概12 13個人 那個獵人 他們到了這個貴州的這個 他月亮山的這個腹地的森林 裡面去打獵 那當時帶了至少 11 12隻的這個獵狗一起上去 後來突然碰到這個森林裡面 有一個這個踢頭散法的 然後那個踢頭散法那個頭髮的長度 幾乎已經垂到腰際這邊 然後他的身高大概是6英尺 也就是大概180公分左右 身形滿高大的 而且是站立 直立的行走 看起來跟人很像 可是感覺上又好像跟人有一些差別 因為長得滿垮的 可是頭髮那麼長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女性的人類的感覺 那當時他們帶著11隻 12隻的這個獵狗 不斷的這邊這個犬肺聲 這個磁吸鼻鼻鼻一直嗡 一直叫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 一個一個就衝上去 狗表示看到獵物了 對 要去咬看起來像一個 很大的這個野人 結果沒有想到那個野人力大無窮 你來一隻狗 他就把它撕成兩半 再來一隻狗 你不管上來幾隻狗 要去咬那個野人 都咬不到那個野人 結果反而被這個野人 不費摧毀之力 就把這個獵狗都撕成兩半 那當下領頭的這個獵人 大驚失射 叫所有的獵人一起開槍 那撒那間就把這個野人 給射殺了 殺了之後 這個帶回月亮山 他們有一個計畫村 他們村落裡面就開始就把這個 因為不曉得是 到底是人還是猿還是熊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生物 但是就把它吃了 據說吃了之後 那個骨架還留著 把它做紀念 放在他村裡面 給村人這個 共以後說提醒以後 可能會碰到這種 這種不知道不知名的生物 後來到了20年後 當地的這個政府 聽說了這件事情 去把他們那個 有紀念價值 有科學研究價值的 骨架骨骸給取走了 然後後來這個事情 大家就想說 就應該就沒事了 不咬咬咬吃了吧 還是有碰到 據當地的這個專門研究 這個野人的專家 考古專家講說 他們後來在貴州的那個地方 1984年的時候 還曾經發現過說 在當地有看到這個 被打死的這個野人的這個毛髮 然後拿回去做一個這個驗證 發現說它是介於人跟猿之間的 一個高級未知的 靈長類的生物 所以到底是人還是猿 他們還是沒有得出一個定論 其實貴州不是 只有這種未知的生物 還有很少見 幾乎大家沒看過的一種 我們在講貴州的這個 它的一個衰陽線雙核洞 有講到有這個箭齒相的骨骼 牙齒骨骼 還有包括這個 我們看到曾經說過 它那邊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生物 但是你知道嗎 還有活體的 但這一隻是什麼 看起來像狐狸又像貓 牠尾巴很長 牠們當地人形容叫天使貓 結果你知道嗎 牠是飛貓 你看牠的這個身體 有點接近棕色紅色 牠的尾巴跟牠的身體 加起來大概50公分長 所以你的意思說牠會飛 很多人村民說看到 感覺好像牠是跟蝙蝠一樣 很厲害 但是專家形容說 牠是介於蝙蝠跟貓之間的 一種特殊的一個 詭異的生物 但是你說出現在貴州 牠雖陽線雙核洞這個地方 很少看到有這種飛貓 當地人還不知道 以為是什麼東西 想說貓怎麼會飛 但是偏偏就出現在貴州 原來牠是一種特有的生物 看到這樣的特有的生物的存在 你會覺得說沒想到這山林當中 你隨時看過去 常常有些不知名的生物 會在你身邊出現 但是地球表面上的動態 人你站在那地球上 未必看得清楚 可是Google現在有那衛星 從外太空看著那地球 你看著那中國大陸 發現了一些奇異的圖騰了 但這些圖騰 是什麼樣的意思 還是什麼樣的建築物呢 是 立剛 我們現在常常可以利用Google地圖 去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就有網友特別去找 像中國會被隱藏的某一些秘密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很多東西 都不願意對外界公開的 結果他們就在這個坐標 40.458 779 跟93.313129這個地方 他們發現 這個地方應該是在接近 沙漠地區這個地方 就會發覺你看 上了一個類似像童星園 然後這一大堆這些點...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難道是中國的麥田圈嗎 還是說他們特地要去跟外星人 展現一個什麼訊息呢 也對 對 然後在中間更奇怪 他發現中間有三架飛機 中間怎麼會有三架飛機 那這裡是機場嗎 如果機場要有跑道 也沒有跑道 可是機場停機品 也不可能這樣子童星園 所以這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然後後來就有人去把它比對 2005年的Google Map 就發現 比出什麼東西 當時中間的飛機不只三架 是四架 那這裡到底是幹嘛 難道是中國的飛機墳場嗎 可是也不對 因為飛機墳場也不會只有這麼少 一些東西 而且他做那麼多 像童星園那樣 好像一個巨石鎮的目的 是幹什麼 童星園的附近 全部都荒蕪一片 那你把這些飛機 擺在這邊的目的是幹嘛 所以很多人就嚴肆著說 這會不會就是中國的51區 神秘51區中國版 你看那個地圖拉大了之後 旁邊還有一個 像一個陣地一樣的東西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看又密密麻麻的一大堆這種 像道路也不是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測 是不是中國人在這邊做一些 很神秘的事情 還是說他們故意要跟外星人 顯現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圖只有從天空上 才看得見 外太空才看得到 是 所以你到底是代表什麼意義 但是我跟你講有人就去比對 最近習近平 就是解放軍有公布一個消息 就是習近平到了 戈壁沙漠深處的某基地去視察 戈壁 對 那個很奇怪 蒙古大沙漠那個地方 對 那個太奇怪了吧 然後後來就有網友去比對 因為你知道 解放軍向來對這種事情 都很保密 散見幾口 對 然後網友去比對 發現什麼你知道 發現是 其實習近平是到甘肅這邊 一個地方叫鼎興基地 這個鼎興基地非同小可 我看鼎興基地 就接近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神秘51區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是亞洲 全亞洲最大的空軍基地 然後中國大陸專門在這邊幹嘛 在這邊進行各種秘密實驗 比如說飛彈的測試 比如說空軍的戰機對抗的測試 然後很多秘密武器都在這邊 因為掌機戰就是內陸 你根本不會發現的 這也可以遠離美國的監視範圍之內 所以他大門口這邊你看 寫了一個很慫的標語 竊密必被抓 抓住就殺頭 其實這個雖然聽起來有點慫 可是問題是 這也代表了說 這邊是要嚴守所有的秘密 然後你被我抓到你就完蛋了 是 所以中國人常在這邊 做一些奇怪的東西 包括靶場什麼東西 都在那邊訓練 然後一些新式的武器 都在那邊做研究 所以非常非常的神秘 他們也不願意去告訴外界 我們到底在這邊做什麼 因為你知道 在中國的官方地圖上 這是不存在的東西 原來沒存在這個地方 你Google map上可以看得到 因為是美國人都衛星去照的 可是在中國的地圖上 你永遠不會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實際上中國的神秘的地方 非常非常多 像在陝西的鳳翔村 你知道當時 大概一九七幾年代的時候 很多村民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有一塊地 旁邊的地方 我種什麼莊架都種得很好 可是這塊地 我不管種什麼下去都種不活 可是不是同樣都土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這塊土地看起來沒什麼不同 為什麼就種不活 後來到了1976年 當地鳳翔村有一個村民 就想說 我在這邊來挖一點東西 去挖 怎麼一挖 發現下面的土質完全不對 很硬 根本挖不下去 然後就覺得怪怪的 那有人就想到 這個會不會是古代的墓葬的封土 對 所以後來就有一些口學就來了 去來查看 結果發現果然是封土 然後封土就開始往下挖 結果一挖 你知道 他們第一層沒有挖到任何東西 想說這個墓的規模可能很大 不然的話 你怎麼會厚厚一層夯土 然後上面都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結果挖到第二層的時候 發現東西了 我跟你講 發現一個人這樣子很猙獰的 那個嘴巴張得非常大 好像臨時劍一直在掙扎 那他想 不會吧 這個到底是 是古代的一件慘案嗎 如果自然死亡 應該不會是這樣的表情 對 而且你為了殺這一個人 去弄那麼厚的一層封土 也不合理 然後結果他們接下來繼續挖 就挖到不是一個人 有二十幾個人 都全部挖在第二層的土裡頭 二十幾個人的骨骸都在裡頭 然後死狀都看起來很淒慘的樣子 那這是亂杖鋼嗎 亂杖鋼有必要去挖 這麼深的封土去埋上大家嗎 那就讓大家覺得更奇怪了 然後就不信邪 也繼續再往下挖 可是像這幾個人骨好像沒有棺材 完全沒有棺材 也沒有陪葬品 也沒有什麼東西 那就很奇怪 所以那到底是幹嘛 如果亂杖鋼的話 你隨便埋埋就算 有必要挖這麼深去埋它嗎 就是繼續往下挖 你再挖下去 結果呢 我跟你講 這次挖到棺材了 本來先挖到一個棺材 所以上面的都沒棺材 下面這個有棺材 到第三層土之後才挖到了棺材 挖到棺材之後大家想說 那這個是不是這些 上面那些人 是不是給他來做陪葬的 有可能 對 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立剛 你知道嗎 越挖越奇怪 因為挖到了不只一個棺材 一百六十幾個棺材 底下怎麼那麼多棺材 那就很奇怪了 而且你知道這些棺材裡頭的 這些裡頭的那個 就是在裡頭的人都非常詭異 因為他們都是屈肢的 就那個四肢這樣全縮起來的 然後窩在那個棺材裡頭 那很奇怪 如果是正常的下葬的話 應該不會這樣去葬 應該是放平了才會葬吧 然後後來我們去考古研究發現 在戰國時代很流行 春秋戰國時代 就是把一個人裝在布袋裡頭 然後讓他整個人縮成一團 然後把他塞到棺材裡頭去 那你知道這種人通常是幹嘛用 做什麼用 陪葬品 他們是人生 什麼叫人生 也就是把這些人拿來做陪葬 來做祭品 是這樣子 所以等於活人獻葬就對了 活人直接被塞進去 把他弄死了 所以那就表示 這一百六幾個都不是棺材 棺木的真正主人 真正棺木在哪裡 是 就繼續這樣去挖 終於挖到了 你這樣挖很深 是 挖得非常非常深 結果你知道 後來發覺這整個墓 大概有5300多平方公尺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墓 對 大概1000多平的墓 然後我們在裡頭挖到了一個 共環四世 這樣四個字 共環四世是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他是 共公跟還公的繼承人 所以叫共環四世 其實這代表什麼意思 表示他叫做情景公 因為他是共公跟還公的繼承人 所以他就是情景公 所以我們才發現了 有史以來最大的 秦國時節的墓 就是情景公的墓 我們看到這樣的墓 在那深深的圖案底下發現到 可是說到那遠遠的火星上面 兩艘探車船在那火星上面 拍著照片 拍著照片 移動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但卻拍到了 好像看似火星人的圖案出現了 這究竟怎麼回事 過去我們常常講說有圖有真相 所以我們現在在火星上面 不是有些什麼好奇號或什麼 不斷的拍出所謂的全景照片 但是隨著照片越來越多 大家越看越模糊 為什麼你知道 來 這張照片先給大家看 從這張照片上面 畫面上面各位看一下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不同 但我們不斷的找到垃圾 你現在告訴我畫面上的這一個 像是石頭嗎 是石頭 但是你再看仔細一點 它像個石頭嗎 怎麼會有紋路出現了 首先我們先講說 如果就火星的這個地址上面 事實上你可以大家想這樣 這個區域如果石頭 土壤長這個顏色 那應該大家都長得一樣 因為同樣的材質 但是你現在告訴我 這一塊很奇怪的東西 怎麼跟周遭長得不一樣 看起來不太一樣 對 好 結果就不斷的 有人把它放大 這個我們稱之為叫做外星獵人 因為這些人 他們其實對於天文 對一些他們有獨特的喜好 講出來就有點狂熱 他們每次看到NASA 所公布的照片之後 就不斷在裡面找蛛絲馬跡 你意思說從NASA照片裡面 來找這個問題 結果就找到了這一張照片 好 我們現在再回來看這個地方 如果你把它給形象化的話 把它影像給加深的時候 它其實看起來不像是石頭 對 怎麼有橋紋 有紋路 有沒有像是 人家講說像不像飛機的引擎 有人覺得很像了 你知道嗎 甚至也有陰謀論講說 我跟你講 這不像飛機的引擎 我沒看過科幻電影吧 那個太空說 太空船如果出事的時候 那個逃生艙 長得好像也滿像的 逃生艙有可能 那誰的逃生艙 重點就是它為什麼出現在火星 這樣的一個照片 而且是NASA你公布的照片 難不成有外星人 在逃生艙降落在火星 而且事實上 這不是第一次你知道嗎 在2015年11月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來講說 其實火星上面很有可能 有這個所謂的無人駕駛的優附 降落在那個地方 可是NASA完全都不管了 那就去陰謀論者 他們就覺得奇怪 你為什麼NASA 完全不重視這件事情 是不是你想要隱瞞什麼東西呢 所以也許NASA知道 只是他不願意去盛視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有圖有真相的這件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 也引起很多人討論 這個是在火星上面 所拍回來的一個照片 來 箭頭給各位看 你有沒有看起來 像是有一個人影 就靠在那個石頭上面 感覺上他的右腳的部分 還翹起來 就感覺好像在等人一樣 對 像不像 像人 好 結果我跟你講 其實原來的影像 不是這個樣子的 結果人家把它形象化 就把它具體的輪廓再出來之後 我再加上眼鏡之後 就成我剛剛講的一個 好像在躲在那個陰涼的地方 等人家來看他 我說好 可是你知道 在經過比例換算的時候 卻發現到 他的這個人的這個大小 跟他的岩石比起來的時候 他可能只有6英寸左右 6英寸 很小 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那他這樣看起來 尤其在岩石旁邊看起來 第一個很多人就想到 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那樣一個 好 我們從這個人影再出來拉 6英寸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 以前不是有一個 地球上有曾經發行過 一個小小的人 對 阿塔卡瑪人 可是我們這次成員人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引起很多的爭議 即便到現在都還有爭議 爭議不斷 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 事實上這是2003年10月19號 當時有一個叫做穆諾斯的人 他在智利的阿塔卡瑪沙漠那邊 要尋找遺跡 結果沒有想到 在一個廢棄的教堂那邊 他找到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長大概也就不算15公分左右而已 15公分 一天天而已 對 可是他全身用白布包起來 那白布包起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什麼東西 可能有人掉了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把它打開一看 結果看到了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樣一個 類人的東西 右邊畫面那一隻 是 沒有錯 看起來像類人的東西是原因 你看他看起來 也像有一個人的形體對不對 而且他的頭看起來特別大 然後兩個眼窩也都在 可是他的頭頂有腳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接硬 再加上他的那個顏色 其實說真的跟我們一般 所熟知的人的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好 那問題就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很多人也都在討論說 有沒有可能是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會不會關心人 不是 後來這個基因學家講說 我跟你講那個就是一個突變的 基因突變的人 那是基因突變的 但是我們知道有侏儒才可以理解 15公分突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完全變形 那誰把他包起來的 他為什麼會出現在 大喀瑪這個地方 沒有人知道 所以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其實也回來看 地球上有很多的東西 跟古建築物 很多人也不太理解 例如埃及的金字塔 埃及的擊殺金字塔 當時被發現的時候 大家發現它裡面有三個 很主要的一個建築 第一個是法老的墓室 第二個是皇后的墓室 第三個是連接墓室裡面 有這些庸道 可是後來在發現的時候 你知道嗎 在發現的時候發現到 他們裡面居然在這個墓室的周邊 有四條的這個宿井 而且這個宿井 在法老的這邊兩條 是可以通向外界的 可是在皇后的這一邊 有兩條 永島是被通死的 更奇怪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宿井它居然對應的方向 居然跟所謂的天體 是有連結的 所以你說連宿井設計的方向 都跟天上的星星吻合 是 因為有兩個宿井 它直接通到了天狼星 還有通到獵戶星座的腰帶 大家就覺得說奇怪 完全的對應上 完全的對應上 後來在發現的時候 我剛剛講說三個主體建築對不對 法王的墓室 皇后的墓室跟三條永島 居然對應到了所謂 獵戶星座那個腰帶上面的 那三顆星 就這樣對應起來了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古時候的人 你就算要照著星星座 為什麼沒事對著 他不是只有墓室嗎 他們怎麼可以算出 這麼精準的角度 為什麼要對著獵戶座 有人講說法老就是獵戶的兒子 難不成是會 望著自己的家鄉 那還是他們覺得說 法老其實透過金字塔 可以死後復生 那是一條他要通往回家 或者是回到地球上的一條道路呢 從地面上的一些古早建築 對應到那外太空的星星 你不覺得這樣的對應法 真的是很吊詭 怎麼會有這樣的科技存在 但是地球表面上的生物 他在那演化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跟他的一些習性 有關聯性 我們講到那倉鼠好了 嘴巴裡面可以塞了 許許多多的食物 這也是一個演化的結果 對 我們這個倉鼠 其實很深受大家的喜愛 其實很多小朋友 例如說這個哈姆泰郎 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的話你看起來 對啊 圓圓胖胖 很可愛對不對 但是卻有人很好奇 他圓圓胖胖的很可愛 可是他有這個大絕招 大家也是覺得很好奇 有沒有發現 你看眼前出現這麼多的胡蘿蔔 高興得不得了 可是大家猜猜看 他到底可以吃幾隻 你有沒有發現 一根 然後兩根 怎麼這麼快就進去 他這嘴巴是腳碎雞是不是 你看 有沒有發現 但是大家直接看了 你看整個頭這樣蹦筷筷 有看見嗎 幾根 拜託 五根 這總共是七根的胡蘿蔔 他到底要塞到哪裡去 大家仔細看一下 邊邊都整個瘴起來了 他的臉頰怎麼越變越大 沒有吃完對不對 可是也五根了 你看還要拌起來 露在外面 他是不是還在想 還要再塞兩根下去 問題就來了 所以他一直沒吃到肚子裡 到底塞到哪裡去 對 其實這個是一個 極端的案例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 拍影片之前 到底是給他餓多久了 其實他們通常 東西吃進去之後 不會馬上吞 因為沒有那麼快 可以吞下去 而且胃可能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們常常就會有一些 對 問題就來了 口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你這樣講也可以 其實他們身上有很多口袋 例如說像這個猴子 也會有狗粿 然後例如說鳥會有樹囊 他們都不會馬上吞到胃 但是大家好奇的是 老師 你看這個畫面 是怎麼回事 科學家就用一個特殊的影像 來拍照 有沒有看見 你把X光機直接照他 他這樣吃下去之後 到底在哪裡 基本上我們剛剛不是說 他整個臉頰都鼓起來 其實在他臉頰的地方 有一些特殊的皮折 比較柔軟 東西他通常搖一搖 不會馬上吞 會塞在那裡 我們把那個地方叫做夾囊 但是我們今天 所以也就是說我吃吃吃撐進去 結果是塞在我的夾囊 你就放在我嘴巴的口袋裡面 沒有馬上吞到肚子裡面去 但是這個也太可怕 大家看到剛剛這個 特殊的攝影畫面 他這個夾囊 你覺得再怎麼樣 應該僅止於頭部吧 結果沒想到 他的那個皮折 皮囊 竟然鬆到 大家剛剛有看見嗎 這個東西一直塞 幾乎要塞到他的臀部 對 太誇張了吧 他的這個夾囊 竟然可以鬆到這個程度 東西竟然可以塞到裡面去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是胡蘿蔔 這個是堅果 但是他們都會這樣 因為野生動物 除非我們養他 不然的話在野外 難得遇到食物 他就要盡可能的 多塞在自己身裡面 一次就要吃飽 對 然後慢慢的等到有空 等到安全 沒有人跟他搶的時候 他再慢慢推出來 慢慢推出來 再慢慢回味 然後再慢慢吞下去 這個跟我們講的突出來反鋪不一樣 但是總之可以把食物先搶下來 這是我的 大家就沒辦法跟他搶了 先吃先贏 對 另外我們講到 除了這個Hamster 這個倉鼠很可愛之外的話 其實松鼠也是一樣 偶爾的話 我們到一些公園步道 還是會看到松鼠 外國就有人 有一點不知道是開他玩笑 還是惡搞他 來畫面上我們看到 中間這隻松鼠怎麼都不動 而且還做得好可愛 結果原來他們是放一個松鼠布偶 然後他們還在松鼠布偶的頭頂跟附近 然後都放了一些食物 結果沒想到這些松鼠 有一點害怕 他們覺得這個同類可能有練過 看起來氣質就非凡對不對 他們就不敢靠近 對啊 然後他就很害怕 你看尾巴這樣有一點 包在自己身體上 結果後來吃了很多隻 只有一隻鼓起勇氣 偷偷摸摸的把這個食物 然後拿走 他大概怕被人家打吧 對啊 他們還是覺得說 這個同伴真的很怪 再不然就是這個同伴 會不會人的味道太重了 那還不止 另外還有更可怕的 在美國加州那邊 他們其實卻有 這個Lambos Guinea的車主 他們其實就在賽道上 大家剛剛有看見發生什麼事嗎 結果這個藍寶經營的跑車 這麼快這樣跑過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有個黑影這樣子過去 大家以為 又是平行宇宙的鬼影出來了嗎 他怎麼沒事 結果是一隻松鼠 這隻松鼠怎麼搞的 他沒有想過車子 可以開那麼快是不是 可是他大概也沒想過說 他居然可以從車廂逃生 大家以為他 結果沒事 可是有沒有比較眼尖的觀眾 其實有事 有人看出來嗎 什麼事 剛剛他養一個大大的松鼠尾巴 大家說松鼠 大家還在碰氣 是碰到哪裡 碰到不會扭 結果他那個蓬鬆的大尾 我從來沒去 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 被那個跑車帶走了是不是 不過至少他小命是保下來了 另外的話大家就還是很好奇 他這個松鼠的尾巴 你看 我們真的沒想到 他那個尾巴真的是 妙用無窮 怎麼說 平常他冷的時候 他竟然可以抱著尾巴 因為有一些地方 他們松鼠竟然會冬眠 然後尾巴就可以幫忙抱著保暖 另外你剛剛看到 這個松鼠不是應該伸手矯健嗎 伸手矯健偶爾有吐吹的時候 跑一跑... 如果掉下去怎麼辦 結果沒想到他這個尾巴 竟然有平衡的作用 如果平衡不來 不小心滑倒是不然轉 沒關係 這個還可以當作保護 幫他管充 對 所以其實掉下去之後還沒關係 我們其實也講到 像那個翔尾蛇的蛇 可以發出聲音來解鎮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鯨豚的尾巴 其實可以幫助他來提供動力 但是沒想到松鼠的尾巴 可以幫他擋雨 幫他擋雪 還可以幫他擋蛇 有這種功能嗎 你看有沒有 畫面當作他跟蛇兩次 對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他其實有時候你也不知道 這個蛇他會不會搞不清楚 要攻擊尾巴還是要攻擊頭 而且你剛剛有看見 是不是搞不住哪個是頭了 是不是這樣子 而且看起來他剛剛好像還用尾巴 擋一下這個蛇 擋一下這個蛇 你看這松鼠很便宜 你看 在咬蛇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就覺得很怪 奇怪 松鼠跟蛇 一般來說應該是蛇會吃松鼠才對吧 怎麼世界好像有一點亂的套 這個食物鏈是不是又反轉了 另外的話 你說 剛剛那個松鼠的尾巴會斷 其實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真的還會斷尾求生 真的 不過這個大絕招只能用一次 因為這個大絕招只能用一次 因為壁虎會長回來 他就長不回來 他長不回來 對 所以沒事不會做這個事 那以後就變成醜醜的 看起來就像老鼠一樣 其實他是松鼠 但是偶爾松鼠他不是吃一些堅果嗎 吃一些種子 吃一些嫩葉 偶爾他可能想開婚吧 是不是 結果沒想到 你當成他想動蛇的腦筋嗎 而且他的腦筋竟然動到蛇身上 沒錯 而且有時候 你也不知道蛇鼠大戰 到底蛇會贏還是鼠會贏 有時候蛇會贏 被纏住了 有時候很難講 老鼠也是可能會贏 松鼠也是有贏的時候 到最後這隻蛇竟然被他拖走了 不知道是他自己吃 還是分給大家吃 蛇被他拖走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松鼠很強之外 他那尾巴很有用 但是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掌握這種尾巴來 可是你下次遇到松鼠要小心 不要為了喜歡他的尾巴去拉他 不小心拉斷了怎麼辦 我們看到生物界當中 誰輸誰贏要經過大戰之後 才能夠知道 但是在勞工跟著資方之間的大戰 我們看到昨天晚上 莉莉在目的就是滑航了 誰輸誰贏 究竟結果如何 休息一下 來揭秘 我們看到台灣的航空史上 最早的一個航空公司就是華航了 但是華航的勞資問題 到了昨天晚上整個引爆之下 南京東路被空哨被空姐 還有機師給佔領了 但他們平常穿的可是光鮮亮麗 但為什麼這次要這樣子走上街頭 這次的罷工號稱 史上最美麗的罷工行動 因為都是空姐 空哨 都是萬中選一的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也非常帥氣的 但為什麼人家要出來抗爭呢 其實說真的 就是因為他們長期被剝削 我跟你講這個抗爭裡頭 還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有一個叫孝露萍的 其實他就是以前的華航的 月立空姐 人心力排的都是他 他也站出來了 月立空姐也站到街頭上 我跟你講 他在公司受的待遇應該是不錯的 為什麼他也要站出來 就是因為大家都受不了 我跟你講 包括蔡英文總統 今天要出國前自己都講 他認為應該是大家忍無可忍 才會走上街頭罷工 你知道人家忍無可忍 你還不趕快去挑戰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人老是空口說白話 實際上為什麼大家會忍無可忍 就是因為華航從來沒有誠意 要去跟員工談判 每次都想盡辦法去壓榨員工 才會造成今天的結果 實際上為什麼會引爆這次的罷工 其實這是從五月開始 五月當時 你知道 他們就先用傳簡訊的方式 要求所有的員工去簽什麼 簽那個勞聚法84支一條 所謂的奴工條款 也就是說什麼叫奴工條款 就是只要就是某一些特殊行業 只要我們資方跟勞方 我們協議過 改成責任制 對 改成責任制 就是包括夜間 女性擺夜間不得上班 然後這些的立假休假 這些都只要我們勞資雙方談妥 就可以調整了 就按照我勞資方的意義去調整 那你知道黃昂當時還用利誘的方式 只要你簽了你就可以加薪 用這種方式 那有些人想說他 那很多人就傻傻就簽了 那問題是你再簽下去 你就等於是賣生計 因為以後資方都可以說 我早就跟你協調好了 我要你去做什麼事 你就要去做什麼事情 你就沒有這些立修的權利了 那你夜間可能也要備貨上班了 那另外一點 黃昂在用另外一招來克扣他們的 因為以前你就直接在松山機場報到 就已經開始算上班的時間了 現在不是 我要求你要到桃園機場去報到 才算上班的時間 到桃園報到 立剛這一來一回 你知道他A掉員工多少時間嗎 多少時間 大概一來一回各80分鐘 那80分鐘就是160分鐘 就兩個半小時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你知道 他本來有規定就是 如果說你工作滿12個小時之後 你可以休24個小時 那工作如果不滿12個小時 你只能休12小時 那這樣公司永遠就可以 叫你12小時之後 你趕快就可以回來上班 你知道嗎 這個對員工來講 損失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次黃昂的這些空姐 空少才要出來抗爭 但是我說真的 這公司他想盡辦法就是要分化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因為不管你多少人要出來抗爭 我只要中間有一些人被我摸頭 我跟他談好條件 那我就挖解你們的團結 你們的團結聲勢起不來的話 就崩潰掉 你這整個活動就崩潰掉了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 然後用威脅利用的方式 比如說你如果有影響 公司的各種言論 我就不排除 我就要懲處 然後我還找了一堆 一堆人來說 你看 大家都來上班都還好了 我們要安定保工作 那黃昂有另外一招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怎麼說 因為當時本來工會是醞釀 準備7月的時候要罷工的 然後結果 黃昂那時候就出了一個絕招 先是說 其實罷工人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再把一些外籍的空服員 強迫他們要求 如果萬一這件要罷工 你就回來就補這一班 然後再來你知道 他竟然很多 這個時候突然莫名其妙 冒出來一些資深的空姐 資深 你意思說已經退役了 對 已經離職的空姐 找他們回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華航找的 因為華航不承認是他們找的 但是他們說他們自己跳出來 但立剛你覺得事情會有這麼巧嗎 對啊 你就不覺得很奇怪嗎 然後我跟你講 先是有一些資深空姐有講說 如果沒有華航這個平台 你們根本只是一群野馬 意思就是不靠公司 你們根本什麼也不是 然後再來我跟你講 有一個這位陸立林女士 她今年已經65歲 她當過青年空姐 然後她現在常常去做一些講師什麼 她就說 你們怎麼這樣子 我到現在一天 還可以工作16個小時 就算是假日叫我上班 我也願意 不知心我也願意回來做 對 我覺得陸女士 也許你願意這樣做 但是那是你自己個人想要 可能是世代的差距 如果你能出勤你看 這時候我就提供 2500塊出勤獎金 然後如果你在家待命一千 在機場待命一千五 就威脅利誘的方式 你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在罷工的前一個晚上的時候 發的信息 那你就說你只要來的話 就有兩千五了 他就想盡辦法去分化你們這些行動 他還問你說明天會不會出勤 要請你按這個號碼來決定 是 我覺得華航這個公司 真的很奇怪 你答應員工的這件訴求 有這麼難嗎 實際上華航還進行過很多 秋後算帳的行動 其實去年就發生一件事 當時有四個工夫員跟一個機師 當時上街去示威要求 要爭取年終獎金 結果後來華航本來想要把他們 直接把他炒掉了 後來是因為事情鬧大了 社會各方面的抗議聲浪不斷 後來他才勉強讓他們負職的 所以我覺得華航你 老是用這種很過時很傳統那種 就是老闆要你怎麼樣 你員工就不得不自從這種心態 難怪今天你的公司會進行不好 難怪做到虧本 一個國家的公司 你會做到虧本 他居然虧本 所以我覺得華航你如果再不更改 這種心態 不僅你的員工不服你 員工司恐怕也沒有辦法 繼續下去 看著華航的抗爭事件 到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將近24小時了 可是你看著空服員 看著機師 他們穿著那美美的制服 光鮮亮麗 可是你卻不知道 他們背後那辛苦的 血汗的那一面 在今天我們龍捲風現場 請來華航現役的空姐 現役 來聊一下 你們在空服員在飛機上面的一些 這心酸的事情吧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是在華航服役 已經10年的空服員 剛剛提到就是 主持人說的血汗工時 我曾經在個人的經驗上面 是我在8天之內 飛了50個小時 我還記得那個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4天 然後飛一個舊金山來回 然後在接下來4天 我飛一個溫哥華來回 然後我在8天之內 執勤了50個小時 大家聽起來就覺得 50個小時好像還好 感覺起來50個小時 8天的話好像還好 但是你看掐頭去尾 我是在第一天的晚上11點多報到 我在第8天的凌晨6點落地 就一般人工作 作息時間來看的話 事實上是要睡7個晚上對不對 其實我自己後來去算 去看一下我的生活作息 我發現我大概少睡了 3到4個晚上 我在8天之內 我第一個晚上沒睡 所以也就是說 你幾乎都在飛機上面 對 我在飛機上面 所以我真的到了 比如說到舊金山或溫哥華的時候 我事實上真正的休息時間 只有24小時 可是你們一般的話 像你們現在這次的抗爭 華航本身他對於你們公時的部分 倒是還滿有意見的 華航現在目前強硬推行的桃園報道 其實就是真的就是掐頭去尾 又少算了80分鐘我的公時 很多人都在問說 為什麼你們本來就在桃園上班 你們到桃園之後 其實不是都很合乎常理嗎 對 其實我們也沒有排除 要到桃園報道 可是公司的配套做事都沒有做好 比如說這個80分鐘 到底真正影響了空服員什麼 其實就是我剛剛提的 他縮短了80分鐘的公時 進而影響到我下一個階段的 休息時間 比如說我有兩個任務之間 我80分鐘再加80分鐘 那就是160分鐘而已 160分鐘將是將近 兩個半小時的這個差別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個縮短的80分鐘之內 我可能一個月本來要飛10個 或12個航班 我因為少了這80分鐘的公時 我可以變成14個 15個 甚至16個航班 你也是說你一個月這樣算下 航班反而變多了 空服員的產值變高了 你抵同樣的薪水 你做的事情反而量來說 變得更多了 是 因為空服員 特殊的工作型態 我可能不會在單一航班上面 去增加你的工作量 可是為了要提高空服員的產值 我可能就是讓你的任務變多 那我就會變成是 我其實同樣的人力成本 可是我可以造成公司 更多的營收 我認為這個桃園報道 背後的含義有一個原因是這樣 所以在空服員的 空服員職業工會的訴求 其實我們要真的 就是一個合理的修飾 因為在合理的修飾情況之下 才會有一個安全的飛行環境 對 所以現在的時候 他等於是故意就是 掐你們那些的時間就對了 對 不過聽說好像 你們在這飛機上面 好像還要多一些額外的事情 我剛才聽到你說 什麼說故事高手 要你們當說故事高手 曾經公司有發過一封信 他們其實會想要徵求 就是說故事高手 會希望在你的任務完成之後 再額外的時間 去跟旅客有互動 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其實當天來往的航班很多 比如說中國大陸的航線 比如說日本的航線 那其實我在工作 勞務很密集的情況之下 我不太能夠有時間 去跟旅客互動 我可能跟 我可能一個人對 50到75名乘客 一個人要對到這麼多的乘客 差不多 服務的時間 可能一個人分到我的時間 不到30秒鐘 那我如何在30秒鐘 去跟旅客說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也是還滿 我覺得這也是 滿有趣的一件事情 最近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洗手乳吧 就只剩下那個乳 也沒有那個乳液 也沒有那個清潔劑 或芳香劑 對 那不是小東西 非常小的東西 只是在那個廁所裡面用的 那個東西他也要口 對 那如果客人我進去 我要洗手 結果發現沒有 我問你 我只能微婉的客人講說 那個現在備品不足 然後沒有用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你們表面上 還是要跟客人就是說 不能明講說公司 就是根本就不擺就對了 因為我就認為 其實公司有一些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軟體的不足 或者是硬體的不足 都要用一些替代方案去做 比如說可能舉例來講 現在 比如說我蘋果汁不夠了 我就說你要委婉跟乘客說 那我現在只是要留層汁 就是這個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他連喝的東西都開始精簡了 他一直說是備品不足 就是他可能貨叫得不夠 所以我現在可能用某一個東西 用某一個東西取代 可是在面對這些乘客的時候 不是每個乘客都是 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 有些可能就奧客出現了 對 但是在我執勤的這十年當中 其實我也還蠻覺得還不錯 就是台灣的乘客 其實水準還蠻高 但是當然你說有一些 非常極端的例子 比如說我可能同事有遇到過 就是中國大陸的航班 因為流量管制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延遲 那在航班延遲的情況下 旅客很生氣 生氣說我接下來 我的行程被打亂了 那你 空服員你在做什麼 花航你在做什麼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要求我的同事 就是六杯飲料 然後六杯飲料之後 我們同事就馬上服務他 結果後來發現 奇怪怎麼走到那邊去 我的六杯飲料都不見了 他是氣到把它全部喝光了 當然不可能 所以他是 他是把那個六杯飲料 全部都倒在地板上了 怎麼那麼沒水準 他倒地板 地板上那飛機裡面 那個密閉空間 對 那不就全部都是那個味道了 對 然後我也曾經 還有遇到過就是歐美旅客 就是他們是非常無賴的方式 比如說他可能是喝酒醉的狀態 然後上飛機 他甚至要我們的空服員 協助他上廁所 對 還有這樣子 是 男生嗎 男生 不是女生 不是女生 是男生 可是那豈不是擺明就是騷擾 對 那我認為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記得那個旅客 是好像重達100多 很多公斤 很壯 他就是可能需要兩三個人 要搶扶他 可是他就是 狀態就是我就是大爺這樣子 我就是要欺負你 對 碰到這樣的人怎麼辦 對 可是問題是公司 採取的態度就是 我不停你空服員 你自己上飛機之後 我想辦法我就推上飛機 你自己空服員 你自己去解決 叫空服員自己解決 是 怎麼會這樣子 是 所以我的同事遇到 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非常誇張 他照理說應該算是 跟你們站在同一線才對 你們是他的門面 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回到後來 體制內去解決的時候 其實都是不了了之 像這樣子到最後怎麼辦 對 我只能說 我很佩服我的同事們 我記得以前還有那種什麼 日本的觀光客 要你們什麼跪下來 那些的事情 有 都有發生過 都有發生過 對 有發生過 所以那時候的公司 公司的態度呢 公司一直對我們 公司教育的態度 是說你要將 以客為尊 以客為尊 他每次呼的口號都這樣 就是這是華航百年不變的 一個口號 但是以客為尊這是 我認為這是有值得去探討的 因為以客為尊的這個客 到底指的是誰 所以現在 就我所知 現在目前遇到的運務同仁 在機場已經面對到 就是很多旅客 去抱怨他的行程被delay 或行程被取消 可是問題是 在這樣混亂的狀況之下 華航高層到底人在哪裡 到底主管人在哪裡 沒有陪著一線員工去面對客人 我們認為這個都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我們看到一個公司的員工 盡心盡力的為這家公司 在努力打拼之時 老闆們 你有沒有想到 你給員工多少的好處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常看到一些軍事設施 你只會看到外面的雄壯威武 但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不得而知 怎麼樣來知道裡面呢 坦克常常可以保護人 可是他厚厚的裝甲 你看不到外面 你看那些戰爭片 常常那個射擊手 有時候在外面的時候在打仗 他頭瞄出來就打到他 尤其在場 你看這個飛音計畫 黑音計畫就是這個 有拍到這一幕 馬上就被射殺了 可是你在像我剛剛講 在坦克裡面 你看不到外面怎麼辦 以前的傳統都是像 陳旺進式的 這個偵測外面的環境 對 會有他們視覺的阻礙 可是現在以色列有一家公司 他發明了一種 I love vision 他這個坦克手頭盔視角系統 他可以其實在坦克周遭 有這個錄影機 然後你都可以監視了 這個坦克車外面一舉一動 你頭瞄哪裡 甚至你瞄左邊 瞄右邊 他就是看哪裡 同時戰場指揮官 跟重拾在坦克車手裡面的 坦克手還有這個駕駛 他看了外面的視野環境 一目瞄然 你看以色列這家公司 開發出來這個頭盔瞄準 所以你等於360度旋轉 360度方向 360度全景視野的這個 監測觀看系統 可以觀看外在的環境 這個可以說是戰場革命技能 這樣的研發 而且你這個中西 它還有夜視功能 其實以色列這家公司 其實之前 他就幫這個戰鬥機 直升機 像F35 他就有這樣的一個 全景的瞄準頭盔的這個系統 現在只不過把它進擊到 坦克車 陸地的這個戰程 也可以這樣子立向化 幾乎可以透視坦克 其實說到這種坦克 其實你知道嗎 俄羅斯 我們這種戰鬥民族 你知道他這種坦克是很多 可是你知道嗎 之前他們軍方公布了一段這個畫面 他們在坦克車 在實彈測試的時候 怎麼好像很拉差 為什麼這樣一個無人坦克 它所發射出來的這個導彈 有人說是形容是 他們是發射一種導彈 結果沒想到 卻掉在前方 可是這樣子 你不是戰鬥民族嗎 怎麼會這麼拉差 你無人戰車 怎麼會試射掉到這個車前 但是其實俄羅斯軍方 包括俄羅斯的網友 也幫他們自己做一個說明 他說其實 它那個是一種 一個退殼的這個東西 它是讓那個導彈往前發 它前面有爆炸 你可以看 你看另外一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右前方 好像有一個宵夜 有一個爆炸的地方 好像集中目標對不對 他說有射出去 你看到的那個是彈殼 我知道 原來彈體已經飛出去了 它外面的彈殼部分 直接退彈掉下去了 但是大家還是覺得很奇怪 我什麼時候聽過 導彈有彈殼 對 我剛剛沒聽錯 怎麼導彈會有彈殼 導彈會有彈殼這件事嗎 你說彈體射出去 那不就飛彈整個射出去嗎 而且大家說就算退殼 怎麼會退到前方 就是很多的這個 大家更多的疑問說 俄羅斯軍方 你不要越描越黑 俄羅斯官網目公佈了一些什麼 另外一個角度的畫面 結果看起來好像不是真相 又是另外一回事 說到無人戰車 其實以色列 最近也在研發這種無人戰車 跟俄羅斯和其他國家開始看齊 這個無人戰車 不單是要保護這個戰場上的 這個人員的傷亡率 這是遙控車吧 玩具的吧 它其實 怎麼長這個樣子 甚至需要提高它的 這個戰場上的存活率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一款無人戰車 它現在是測試它的整個車體 在各種障礙齊區的地形 它都能夠行走自如 而且能夠移動得非常的快速 可是它的輪子會居然這樣子 它有分鋁帶式的 還有輪式的 你知道它可以提高 讓你的車體提高100多公分 然後有時候還可以讓你車體 因為輪胎 它可以讓你的車身往下 好像很強的避震區 Couchon一樣 可以再讓你降低你50幾公分 它可以讓你靈活自如 可以閃避一些攻擊 甚至地形地物 地貌的這個障礙物的穿越 而這樣的一個無人坦克車 無人戰車或是無人裝甲車 它現在是在車體研發的階段 將來它會像剛剛看到的 這個俄羅斯的無人戰車 它就會把它強大的武裝 不管是導彈或者是砲管 還有機槍都裝上去 成為以色列真正研發的 戰場上的力氣 我們看見在21世紀的時候 整個戰場的變化 真的是瞬息萬變 如果你跟得上的話 那走在時代前端 跟不上的話可能就被淘汰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常常可以看到人生當中世代之間 會有一些思想觀念上的差距 但是這種觀念上的差距 如果在一些理念上 或者一些政治上面的思維的時候 就會發現一個巨大的轉變了 因為最重要 從兩件事情來看起 一個就是現在華航的抗爭的事件 從今天的凌晨0點起 抗爭活動進入了那最高點 但是另外就在歐洲 也就差不多相隔於華航的 這個抗爭事件之後的 20個小時不到的時間 歐洲的英國居然脫離了歐盟了 這可是世代之間思維的 不同的差距而造成的結果 英國這一次舉辦 脫離歐盟的這個公投 事實上它用52比48 這樣一個比例 提起養政這個比例懸數 算大了 你知道嗎 因為在過去的時候 你印象中很多包含歐巴馬 什麼都跳出來講說 你英國不要想要脫離歐盟 你這樣搞到會世界大亂 講真的 連哈利波特的作者 蔡克羅尼都跳出來講說 我覺得還是應該留在歐盟好了 而且你知道嗎 在這之前 英國一直大家在想說 有可能會脫離歐盟 有可能會留在歐盟 這裡面一直在呈現拉鋸 過去一段時間甚至還傳說 要留在歐盟的聲音比較大 沒有想到這個投票 結果一出來 一翻兩分言 英國真的決定要脫離歐盟了 那現在問題就回來了 當時大家都在講說 你這樣一脫離之後 會造成世界大亂 那真的要金融恐慌了嗎 世界大亂了嗎 我跟你講 就這麼巧你知道嗎 英國一直一宣布說 我們公投過來要脫了 你知道嗎 開始它的英鎊就開始跌 英鎊跌了 然後它的股市開始跌 而且連帶帶到到亞洲的股市 包含布蘭特石油指數 全部都跌你知道嗎 期貨什麼大家都跌 大家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個 這麼大的災難 你英國人到底怎麼想的 可是這樣會不會跟弄得比 2008年的 雷曼兄弟的次第風暴還更嚴重 好 可是我們過去再看英國人 英國人感覺上很保守對不對 他很重視傳統 很多東西他很嚴謹 你知道過去大家為什麼認為說 脫離歐盟不會成立嗎 為什麼 就是因為覺得說英國 他是一個這樣一個氛圍的國家 沒有想他真的脫了 好 再去查的時候發現到 居然支持脫離歐盟的 是誰 很多老人跟農 沒有 是老人跟農民 怎麼會老人跟農民 因為農民第一個覺得 他們兩個才是最保守的 因為農民覺得說 我加入歐盟又沒有好處 我的農產品被你打趴 老人覺得說我什麼東西 怎麼你退休金 什麼都被剪掉了 那對我來講 我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意思說當年大英帝國的光榮不見了 大不列顛 日不落國 開什麼玩笑 結果沒有想到包含農業區你知道 居然贊成脫離歐盟的人數比例 居然非常非常的高 不得了 所以就導致現在的狀況 當然英國他必須要為他自己 公投結果 要負責了 他要去負責這個責任 英國政府他也必須要面對 可是同樣的 我們剛剛回來看 華航的員工現在走上街頭 像我們在錄影這個時間 觀眾朋友在看電視的這個時候 人家還坐在街頭 很多人講說奇怪 華航又不是整個台灣航空公司裡面 待遇最差 福利最差的 為什麼這些人要走上街頭 對啊 憑什麼他們可以這樣 第一個當然講說 因為華航有工會 其他航空公司沒有工會 第二個就是說什麼 之所以讓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 就是因為勞動的條件 太過於嚴苛了 包含到講說 你休息時間也要給我撿 你報到地點 報到地點也要給我撿 然後覺得我的薪資什麼什麼 待遇好 大家也在很好奇 那你華航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好 有人就在做一些分析 因為現在整個的國際的航空市場 有一種航空公司突然崛起 廉價航空 廉價航空對華航空 廉價航空 因為它低廉的票價 所以當它收的 說真的搶得還不少生意你知道嗎 第二個是因為過去 因為油價很高 現在油價不是很低嗎 對 所以你知道2013 2014年的時候 華航其實是面臨嚴重虧損的 可是到2015年因為油價一降的時候 事實上它開始有獲利 很多空服員都覺得說 那我應該是有獲利 那我們應該待遇會有 會調整 福利應該是要到員工身上才對 甚至有人講說 我們可以朝向阿聯酋航空 這樣子一個國際富豪 他們在做這個 你看大家笑容可拒 是不是想要朝向這樣 結果沒有想到 你的勞動條件這麼一改好 大家就上街抗議 搞到今天在桃園 在台北 起飛的這個班機全部給取消掉 只限在台南跟高雄 更誇張的是什麼你知道 這些空服員坐在街頭上面抗議 結果華航的高層居然講說 我們的黨室 剛才要叫他們換掉了你知道嗎 不然這樣 昨天晚上居然說要辦一個歡送會 在他自己的諾富特飯店裡面 開趴清楚 畫面上面所看到 員工坐在街頭 他居然在自己搞開趴活動 提爆出來的時候 華航還出來講說 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結果你知道網路上直接就被 放出來這樣的一個照片 而且去查說諾富特還真的 有看到沒有 有 還拿到華航的飛機 全部都在這上面 而且在更誇張的是什麼你知道 這些人為了他的權益 坐在這個地方 只希望公司能夠重視 他們的權益你知道嗎 結果沒有想到 居然 有華航的高層打電話 給這些空服員的家屬 打給家屬 打給人爸爸媽媽 你知道你的小孩 現在正在罷工嗎 你知道他現在罷工的話 會影響他後來的工作權 我講實話 你不重視員工權益就算了 你打電話恐嚇人家的家長 到底什麼意思 看到員工坐在那街頭 但是老闆卻在幹嘛 自己歡送趴 可是我們注意到華航本身 他在去年的時候 他整個載客量來說 比長榮可是多了400萬人吃 可是營收卻比長榮少了6.5億 其中問題點在哪裡 我們其實今天在現場 請來了華航的家屬 因為華航員工家屬 他們從他們這個家屬的身分 來看整件事情的話 可能看得會更清楚 沈建議 來告訴我們 究竟問題出在哪了 其實我跟我太太結婚6年 這6年來 其實從他這些年來的演變 就發現他工作量 Rolling越來越重 Rolling反而越來越重 因為航班 短航班增加 短航班增加就是大陸的航點增加 所以他們的工作量變大 所以工作量變大是 他的飛行時數是縮短的 但是他的準備時間是不變的 也因為這樣我就發現說 奇怪他的上班時間 變得是更不一定的 跟6年前比起來 跟交往以前比起來 是更不一定的 所以後來我這一次的這個罷工 那所以也就是說 他的工作時間反而是變長了 對 相對的他在家裡時間又變少了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 我就他們這次罷工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調一下去年的資料 我就把兩家航空公司的資料 調出來一對比 我就發現奇怪 中華航空明明比這個長榮多了 400萬的人次 你注意 這裡是106萬 那這邊是1467萬 對 這400多萬的這個人力算 我也覺得奇怪 這個人數增加了 那是 黃這個地方是油 對 也是因為這樣的話 簡單講我們等於說 他的載客人數是比黃海多了40% 那他的客運的總收入 按照數學的換算的話 至少要增加300億 對 因為400萬人次多了那麼多 那照理說收入也多了 對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 只增加60億 你說300億跟60億差了5倍 我們是直接換算 因為他裡面有 他航空公司的載客率 那些計算方式 那個東西他可能有細部資料 我們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從這邊來看 就發現說 好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個數字來說 照理說應該是要更up的 卻沒有up 表示說他經營上面來說 有他的問題在 他有問題 那好了 那完了之後 這個東西 他也許有他的計算公式 我們沒那麼清楚 那好 回過頭來看一下 空服員的總人數 華航有3200人 這個是華航的公關 記者會講的總人數 然後長榮華航的這個人數 是3489人 是我去查 他的2015年的那個聯報 潮污聯報上面的數字 所以也就是說 長榮還比華航的人數要多 對 看起來是比較多 但是又有一個數字說 長榮的人數是比他少500人的 不管如何 總之如果是假設是少500人的話 他是大概是3700的服務人次 我們現在用這個 我所蒐集到的這個 2015年的聯報來做對比 他就是只有算出來 只有2960的服務人次 華航空服員要服務的是 4587人次 華航服務的人怎麼多那麼多 比他多了50%的人次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服務量 是往上增加的 但是他的薪資有比較多嗎 目前看起來 我不知道多多少 因為我不曉得 長榮航空的資深的員工 他的薪資是多少 以我太太在華航工作了21年 他也不過是年薪百萬而已 不是190幾 是那種100出頭那樣 你說你老頭在華航 已經做了21年了 21年 對 這次時間還滿長的 就經歷過幾場空難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忍過來了 所以也陪公司去供體時間過 也因為這樣 所以華航的這些資深的空服員 會不滿的最大原因在這裡 好 你既然服務量這麼多 大家跟你供體時間 他本期的淨力卻又比 卻又比他少 就這麼大門的地方在這裡 他的本期淨力只有還比他少了 華航還比長榮少了7億 對 他的服務量更多 然後他員工的服務人士也更大 為什麼這邊 到底是另外哪些函結 可是華航本身 他對員工的這種態度 今天他已經說要找一個 要把之前的客運副總換掉 要換上一個張揚 張揚有空服員就說 張揚新任的客運副總經理 他就是當時跟華航嗆聲說 華航的員工嗆聲說 有本事你們罷工 所以問題看起來會解決嗎 我不知道 可是一般來說 其實這個員工的這個狀況 應該都是積怨已久 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對 他的積怨已久 裡面這個東西就是第一個 比如說我舉一個航班的例子好了 巴厘島飛回來台北 是前一天的晚上10點報到 11點起飛從巴厘島飛回來台北 5個小時的航程 到了桃園機場的時候 是大概凌晨的4點鐘 公司因為你飛行時速 未滿8個小時 你只要休8個小時後 就可以排班 公司在當天的 當天比如說是今天回到 凌晨4點回來的時候 他當天又排了 下午的6點 下午6點又排了一個 香港來回班 等於說他一個24小時內 就打了三次 打了三次班 這樣的班 不是所謂的例外班 是很多空服員都經歷過的 都是這樣的班 對 這個東西又要 就要講一個 我這邊實際發生的例子 去年我太太她就飛了維也納 桃園飛維也納 飛維也納的時候 她到了落地的時候 她有一個客人 就直接在她的等 那個客人也滿聰明的 她為了怕別人看到 她刻意等到最後一個 才下飛機 那我太太她就在機艙門口 在算是送她 然後那個人就走過去 就直接抱住她 然後臉部就貼臉了 這個局質好像有點不太對 她是台灣人不是外國人 所以絕對不會是外國禮儀 所以發生這事情的時候 她第一個當下後來進飯店 她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她發生這個事 我說你有沒有跟客廠經理 就座長長報告 她說沒有 我說你一定要報告 你們的SOP應該會有這個流程 她說不知道 後來她當下完了之後 她也有跟客廠經理報告 客廠經理她說你當下為什麼不講 她說因為她不知道要講 後來客廠經理就直接 寫了報告給公司 給了公司完了之後 好 她回到了家裡的時候 公司接到報告 公司來電 就跟她說他們有看到這份報告了 然後公司不是說 公司一定要處理 公司不是 這是一個騷擾事件 公司不是說你要請法務 什麼東西 沒有 公司 公司說你要不要看心理醫生 什麼 什麼叫看心理醫生 對 這花樣是什麼態度 後來我太太跟妳講說 她覺得她想要告她性騷擾 然後希望公司的法務 能出面協助這樣 然後公司的態度是說 因為她是高階卡克 所以希望能夠不要這麼麻煩 而且這樣會造成之後的 排班的問題 你老婆在華航21年 等於像是華航的女兒一般 華航怎麼可以用這樣的態度 叫她去息事您人 後來我跟我太太說 我跟她說你就跟公司講 請公司正式發個喊給她 請她 請那個客人知道所有這個事情 看那個客人要怎麼回應 她道歉 我們就算了 也不用去提告 後來公司說 希望我們再考慮一下 她說如果還是需要看心理醫生 她安排 但是就是不走法律訴訟途徑 是 有什麼好考慮 而且居然是叫你們 去看心理醫生 這態度不對了吧 後來我就說 我其實後來是跟 覺得跟公司有點槓上了 後來我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我就帶她 然後我就去做了備了案 後來警方備了案了之後 他最後也 檢察官也傳那個 傳票到公司去 要把兩兆都找到這個 各自去問話 好啦 那就又出現一個問題了 性別工作評論法並沒有規定 一定要給公駕 所以公司刻意刁難 我太太拿著這個傳票去申請 公駕 公司押了一個禮拜 不簽 就是不簽 後來我就火大 我就火大 我後來因為我自己在廖國東廖委員辦公室上班 我為了避嫌 也為了讓人家講說 怕被人家講說 你就是刻意在修理人家什麼的 好 我就去找了江啟成立委 跟他講這個事 江啟成立委說 對啊 這可以修信品法 後來江委員就 左手就修了這個信品法 我已經刻意把它避開 那個法後來也刪讀了 未來只要發生性騷擾事件 有這個訴訟 公司必須給公駕 這已經刪讀過了 我是這樣刻意避嫌避開的 公司的態度是什麼 押了一個禮拜 等到真的開始修法案的時候 我把這個提案的內容裡面的說明 把華航寫進去 華航才去拜託江委員辦公室說 可不可以把華航兩個字拿掉 這就是華航的態度 他對待員工的態度是這樣 所以才會讓這些這麼多的員工 這麼的不滿 而這不是特例 他們只要發生類似的爭議 你說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在進行嗎 都是希望空服員能夠行使你 員工的苦老闆有看見嗎 看見華航的高層像是那全謀一般 但是華航的高層 可能有一個陰謀的存在 因為整個罷工的事件的起因 有些人說背後的推手是華航高層 記得三年前 全國官場實業工的連線 他們為了逼當時的老委會主委 潘世偉出來跟他們談判 然後也要表現他們的抗議 在台北車站臥鬼抗議 當時你看到這一群這個 這個阿嬤 阿桑 這些婦女 媽媽 還有很多大哥 大姐 在那邊抗議的時候 你知道那些乘客 在那邊罵你知道嗎 因為影響到這些乘客的通勤的 這個時間 還有他們的一個行程 結果在那邊很多人 就在那邊罵這些 全國官場功能連線 說全部拖走了 開車 全部壓死了 結果這一次 你看到這個華航空服員工位 我們中華民國航空史上 首次的空服員罷工 感覺上 似乎有這麼一點味道在 你看到 高層故意讓這樣子的壓力 轉嫁到這些員工身上嗎 是的 我自己的朋友在華航內部上班 華航內部的人就有跟我講說 在昨天晚上11點半 華航之前那個總經理張友恆 他突然宣布說 從今天早上6點到晚上10點了 67個航班全部取消 華航內部的人跟我說 他說這個華航今天取消 67個航班其實沒有必要 3500個全華航的空服員 就算全部去1000個罷工 昨天至少才去1000多個 剛剛我們聽到建議中有講 那就算去了2000個 還有1000多可能 其實扣掉一些懷孕 休假 請假怎麼樣 還是可以有應付這些航班 至少可以飛35個航班 所以你意思說還有35 你不需要全部取消67個 可是他現在取消67個 他取消67個 他全面取消了 就是宣告全部取消 他們說聽說高層就是要讀讀看 要讓這個罷工 你看不是今天被影響的 有2萬多名旅客嗎 要讓被罷工的這些影響的 旅客民怨 全部轉嫁到這些空服員的這個 他的一個身上 還有這個工位的壓力 飛機飛不成 許多人的行程全部受到影響 這時候叫罵聲四起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 段儀剛不是公布那個畫面嗎 照片 那個孫文祥花航之前董事長 不是在這個歡送趴的時候 講說這些人有沒有心肝 那個總經理張友好不是也上台 講說大不了就不做 一附貨出去的心態 這就是高層 然後就是要跟你賭 就是要跟你擺爛就對了 好 其實還有我也收到 內部有跟我爆料 講一件事情說 華航高層甚至想要醜化 這個工服員工會 故意弄一個疊對疊 因為西屋現在裡面 這個高層他們就是 把這個當作妖魔化 就是覺得說他們就來擾亂華航了 他們很怕這些工服員去參加罷工 會去霸凌到沒有參加罷工的 空服員 所以現在搞得像疊對疊情報單位 你知道嗎 他們內部講說 以前華航要出任務的時候 要飛航班的時候 會有機長帶領機組員過海關 你會看到一列進出海關 他們通常會拿著一個叫做 General Decretion 一般這個任務新宣告 就是一張紙 然後上面海關會對機長代曆鋼 然後機組員黃敬平 彭華幹等等一個一個過 你護照就不用蓋章 可是現在因為它上面會有全部的 機組員名單 怕名單外洩 怕那些沒有參與罷工的 這個空服員會動搖或是被拉走 甚至被影響 所以就用電話通知 連那個華航 他的總公司的任務系統 簡稱叫CIA 這個叫組員任務系統 那個華航內部員工都知道 史上首次大當機 完全電腦連不上線 你沒有辦法上網去查 戴力剛剛明天9點飛香港 他有沒有在這個航班任務上 黃敬平明天下午1點飛日本 九州飛東京有沒有在這個航班上 所以你一直說 你看不到 不只能打電話去 那個當機是敘意的 那個當機是刻意的 就故意讓你公會 根本查不到有誰要飛出去 你打電話去華航公司 這個主派櫃台 你只能一個一個自己打電話去 我是華航員工黃敬平 員工編號0032 類似這樣 那我明天早上九點飛香港這個任務 還有沒有執行 然後他就會回覆你說有 有執行 你也只知道你自己個人有沒有 其他戴力剛剛彭華幹 我們其他的同事有沒有 不曉得 搞得像諜報員 諜報片一樣 像間諜一樣疊對疊不信任 就是故意怕他們這個工會 再來這邊攪局 所以其實現在上下 已經變成一種對立的氛圍 好 在這個潔骨眼之下 我們剛剛講跟這個 之前的罷工情況差太多 好像有點想把他壓力 轉嫁在他們身上 可是我們也看到 今天那個小英的專機 不是出訪的巴拿馬跟巴拉圭 雙巴了嗎 成為今天在桃園機場 唯二起飛的華航班機 偏偏有人就 這個時間點有點白目 他就在這個臉書上 還這個打卡還分享說 要和小英總統一起出國拚外交 是我第四次到台灣幫交國 中南美洲是頭一招 新型的飛機很酷 這裡向華航隨行 所有的主言智商 最深的敬意 還把這個狀態 改成覺得興奮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 大立法委員陳瑩 不會 這樣看起來滿可愛的 是可愛 你不是謙卑 謙卑 再謙卑嗎 你怎麼這個潔骨眼 有兩萬多名女客受到影響 根本不能飛出去 你們飛出去得了 得了便宜還賣官 你還寫覺得興奮 你剛剛就改成興奮興奮再興奮好了 黃金平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小英是總統 其他的只是庶民 總統能出得去最重要 庶民不重要 所以你看到這個小英的班機出得去 然後這些立法委員 還在這個臉書上去炫耀 那些受到影響的兩萬多名 這個其他的乘客 親何以堪 你看看你的街坊鄰居 你看看許多的朋友 在這兩天放了暑假 準備要出國去 現在他卡在那個機場 心裡面是作何感想 但新政府的作為是如何 看起來他們可能還搞不清楚狀況 不過在現在的這時候 歐洲 歐盟 還更搞不清楚狀況 怎麼差何之間 英國脫離掉了 但接踵而至是誰 法國 荷蘭 丹麥 瑞典 好像聽說都準備要脫離了 立法國有一次 去英國帶團的時候 在一個英國非常高級的西餐廳 團裡面吃西餐 可是因為我們團員 不是那麼熟西餐禮 結果就看到那個服務生 用那種很鄙視的眼光 來看著我們 然後他覺得說我們好像 不應該在那邊吃飯 這是英國人 英國人其實 他都會認為自己 文化知識水平很高 他其實是看不起 這些其他地方的人 對 可是問題是 你在那裡吃飯 是讓他賺錢 對 我是他的顧客 我是那裡賺錢的 你是顧客 對 他反而用那種鄙視臉 要看著你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英國人自視甚高 對 不要說一般人 連英女皇 這麼優榮 華貴 高雅的 他之前不是接待 那個習近平去那邊訪問嗎 你看接待的時候 他也是將盡如兵 心裡如意 可是當習近平一離開之後 你知道英女皇說什麼 他說 接待中方真倒楣 他認為說 那你想要做中國的生意 你又要嫌人家 真倒楣 怎麼接待他們 這種就是英國 他的支持太高 現在英國因為這樣子 他決定走自己的路 他投票脫歐 好 他脫歐之後 結果造成什麼 造成歐盟現在有非常多的國家 越越遇世了 丹麥 荷蘭 通通都在說 那我們也要來 有樣學樣 也要來出走巢 但齊悅 你這麼一講 豈不是歐洲大崩潔 對 如果這樣的話 歐洲真的大崩潔 可是你認為英國 他真的就是 像他們講的 我經濟很強 我不要跟歐洲在一起 他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他真的這麼厲害 你看看英國一個女童 瑪莎 9歲小女童 他就把他每天在學校 吃著營養午餐 拍個照 放上他自己的部落殼 一開始沒什麼看 後來大家也注意到了 原來他們英國9歲的小朋友 在中餐的學校吃的 居然是 這樣子一點點的東西 他原本還有湯 後來湯不見了 換成是一杯水 然後只有一些少少的玉米粒 可憐的炸肉排 他自己寫 瑪莎就寫說 你認為我們是一個成長期的小孩子 吃這樣的一個小小招肉排 我們可以過一天的生活嗎 可是這樣的話 如果在台灣早就被罵到臭頭了 對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英國經濟其實並不好 英國的經濟 他不好到什麼情況 英國人不是自私甚高 英國女皇根本不屑 習近平看起來還覺得 你知道黃總人沒水準 什麼時候他變成 英國經濟不好 英國的經濟其實你去看 表面上經濟成長率這幾年不錯 可是老百姓生活很辛苦 尤其什麼 尤其是在倫敦2011年的時候 倫敦大暴動 那時候暴動到宵禁 很多蒙面的青少年 他們開始丟石塊 丟汽油瓶 然後放火搶商店 燒緊車 連採訪車都燒掉 跟暴命 暴福一樣 剛剛在搶電視機 拆電視了 這個整個的大混亂 其實暫停最嚴重 最嚴重是波多汗地區 這個在倫敦北部的一個 算是比較貧窮的區 因為這個區都是一些 少數民族 少數裔 或者是外來移民 他們過的是比較平民的生活 他們這個地方 有百萬的失業人口 所以這個地方暴衆非常非常嚴重 而英國比較想看 比較想看說好像很厲害 其實他們平均全英國國民 有12%的人是靠借錢或靠信用卡 來過三餐 怎麼這麼慘 連買吃飯 吃東西 買水果錢都要靠借錢 而且這樣才有450萬人 可是他們還不屑義大利 他們覺得義大利 你是爛到一個極致 對 他覺得說義大利西班牙 那是歐洲幾國太爛了 可是他們自己 他們有在北爾來愛爾蘭 或倫敦這種首都圈 高消費圈的話 有18%的人是靠借錢過日子 更多的人 還有一部分很嚴重的是什麼 他們是連房租繳不起 他們可能要靠信貸 可能要靠二胎 去繳他的房租 去繳他的房貸 他還能夠在這個地方過下去 所以英國的經濟 並沒有像他們講家那麼好 所以英國現在走自己的路的話 要自求多福 可是英國現在這時候的公投的結果 他真的是要走自己的路了 可是我們說到英國 窮的人非常的窮 但富有的人 其實你注意 在英國在古代的時候 在那英狂時代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有貴族跟那平民之分 其實現在的英國 別表面上看他是個民主國家 其實貴族永遠是高高在上 有錢人有錢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我們都講說 看你的工作什麼來分階級對不對 英國有錢人 用食物來分階級 這個厲害了吧 來 我們給大家看 這是在英國倫敦富人區 叫做肯興頓的這個地區 有一個超級市場 很多人講說買東西 到超級市場去 因為超級市場的價錢很透明 但是我跟你講 你沒事不要走進去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標價 說真的 大家都沒有你看 顧客不看標價的 為什麼不看標價 我簡單的說 我買東西我要看口袋多少錢 才能買筆 我先講它裡面的物價 到底是多少錢 你再決定你要不要走進去 好 一顆駝鳥蛋換算台幣1400塊 我買不下去 台灣有沒有餐草莓 有 四顆草莓換算台幣1100塊 四顆草莓1100塊錢 我可以買五盒了吧 你會覺得那是空間又爆銀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在這裡面的所有走進去的人 他們全是有錢人 他們不在乎價錢 這太誇張了 所以裡面的超市店員 甚至誇張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畫面上面先跟大家看 一公斤馬鈴薯350天價 你不要以為那是台幣 那是什麼 那是英鎊 350是英鎊 350英鎊 那你要乘飲快40了 所以當你這樣換算過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剛剛講 裡面的超市的這個店員 很誇張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因為有很多富人 她只知道花錢買 根本不知道怎麼煮 你知道曾經有一個顧客走進去 裡面的店員跟他講說 你買魚是不是 買魚記得回家 鍋子要先熱 煮熟才能吃 搞到這個程度了你知道嗎 買的人還不會煮 可是你知道嗎 走進去的人 他重視的是什麼 他不在乎價錢 我有錢 我再 感覺 漂亮 就是重視感覺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英國倫敦有很多有錢的中國人 裡面甚至連擺設都要看風水 擺設還看風水 因為中國人喜歡看風水 那可見得 連你這個康仁俊要走進去 人家一看你這套服裝 你大概消費不起了 我可能走到那邊 人家跟我講對不起 禁止你進入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剛剛講說 是像這樣的有錢人對不對 好 你說人家賺錢 我跟你講你如果出生 在富裕的家庭裡面 我跟你講祖上積德你知道 這個是英國最富有的小公主 叫做Sophia 那她的媽媽本身是富二代 媽媽其實沒什麼了不起 重點是她的阿公 因為她的阿公 外公是F1的總裁 人家身價是23億英鎊 還不是美金 是 而且所以她媽媽出嫁的時候 她媽媽是嫁給銀行家 你知道嗎 老闆也是好人這樣 人家光這個婚禮 就花了3億 3億啊 光婚禮 其中有一半 天啊 其中有一億五千 很多人十輩子都賺不到3億 其中有一億五千萬 是請歌星來表演 人家是這樣做的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家很簡單 私人飛機據說 可以組成一個飛行表演隊伍 更不要講遊艇 所以人家的家庭生活 是怎麼過的你知道嗎 富裕奢華 就是你如果早上的時候 我們到法國去曬個太陽 中午的時候 我們去威尼斯划個船 你看小朋友 小公主 你看隨隨便便 這就厲害了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 她平平隨便便的事情 人家Sophia既然是小公主 一歲生日的時候 當然要半趴 你知道嗎 家裡因為有花園 花園沒關係 我們要讓小公主開心 所以把它弄成動物農場 好了 找了斑馬 找了小狗 小羊 你想得到的動物 只要媽媽爸爸覺得開心 就把它找過來 是 所以你知道嗎 光她的生日宴會 我們剛剛講說 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280萬的台幣 幫一歲小公主過生日 半個生日 這有什麼了不起 反正爸爸媽媽有錢嗎 所以你再回來看 英國的富二代 怎麼炫富你知道嗎 有一個網站他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們都是厚亞人 結果你知道嗎 他PO出來的照片 居然有12萬人去按讚 看看 跑車什麼了不起 我是黃金跑車 這個是土豪金 我是黃金跑車 什麼土豪金 我是黃金做的跑車 量身打造 大土豪金慫了 沒錯 而且如果要洗澡的話 對不起 你不要跟我講說洗澡 什麼牛奶浴泡溫泉對不對 我們是用香檳來洗澡 你看那個車子還鑽石 貼滿的 這些其實都是小案子 我們 爸爸有錢 我們花的錢 我跟他講的都是富二代 你看看 洗澡… 你看怎麼洗 那個都是年輕人 他自己本身 有什麼賺錢的能力 都是家的好家 我就倒這樣給你看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這個網站上去之後 居然一萬兩千的黑卡 黑卡都出來了 年輕人 你有本事做這種消費 他幹嘛 他居然想要聚他 就聚給你看 你不要以為黑卡 了不起 難申請 所以包含到你知道嗎 英國曾經有個富豪 他自己本身這樣丟錢 結果光坐遊艇 遊艇也要搞全世界最大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不能講說全世界最大 他是英國最大 但是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他花了45億台幣做這一艘遊艇 45億 而且極度保密 你說在遊艇上面 你知道每一個進去住的人 給你做小木屋 他的45億 可以買我們的諾克斯基一艘 六個甲板 可以有直升機的提供品 還可以為你量身訂做游泳池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游泳池的深淺還可以調整 這就是人家英國富豪的生活 看到了有這個貴族 跟平民之間的差距了 你心裡面作何感想 怪不得現在脫歐的情形之下 這些貴族們 他們一樣過著涉華的生活 但平民呢 平民可日子 越來越不好過了 不過說到這越來越不好過 還要說一個國家 這次的脫歐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國家 他可是飽受牽連 現在這個國家幾乎快垮掉了 那就是安倍晉三的日本了 但在日本這個地方 老人快活不下去了 只好進行犯罪的動作 因為你犯了罪 關了監獄 你才有得飯吃啊 日本有一個96歲的拼天先生 他就是勝利主老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得到金氏紀錄的 他的一個獎狀 為什麼 因為他大學畢業了 是全世界最老的大學畢業生 但他還說 我希望我能夠活到100歲 我還要再念研究所 這個老人真的是老人勝利主 活到老 學到老 學到老 真的是標竿 可是你要知道 日本對老人真的 就不是那麼好了 為什麼連他們的副首相兼財政大臣 麻生太郎 他公開說什麼 他公開說 他看到有一個90歲老人 憂慮他自己的未來 照理說我們看到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是覺得說 安慰這個老人心裡面 不高興對不對 他不是 他怎麼說 他說你這樣子 你應該想說 你自己還能活多久 你們這些老人不花錢 不消費 還不應該活在世上 應該趕快去死一死 怎麼講話講得這麼絕 副首相兼財政大臣 可是他這樣講 也倒出日本現在的問題 因為日本老人問題 真的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 佔總人口26.7% 這個龐大的數字 對日本也是個龐大的財政壓力 所以日本的老人其實 在日本來講 雖然養他們辛苦 而日本老人過得很慘 日本每年有1萬2千多的老人 他會因為失智症 所以會失蹤 失蹤老人大部分一週以內 一週以內都會找回來 可是大部分也會 每年差不多有500個 就是失智的失蹤老人 不幸死亡 也有100個 150個左右會下落不明 這個是他們在活著的這些老人 可是有些老人 他們可能不是失智 他們也是很辛苦為什麼 他們 因為現在日本的社會老人說 他們已經進入了無緣社會 或是無三緣社會 這什麼意思 他失去了三種緣分 一個叫社員 社交工作之間的緣分 另外就是血緣 因為他跟親屬之間的疏離 幾乎沒有什麼被欺壓 沒有往來 孤獨老人 或者是沒有地緣 就是他跟故鄉 也脫離太遠 他可能年輕就到都市工作之後 故鄉也脫節了 所以他們非常孤獨 很多孤獨老人就這樣子 每年有3萬2千的孤獨老人 就這樣子死掉了 而且有其中1千多個人的身分不明 根本不知道這個人身分是誰 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們日本老人過得非常辛苦 所以有一些日本老人他們怎麼樣 他們於是乾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就故意裝瘋賣傻 故意去什麼 偷錢 放火燒車站 然後犯案 然後讓自己被抓去關 為什麼 因為就像有個例子非常有名 兵庫縣有一個佐藤先生 70歲 這個佐藤先生 他就被關了3年6個月 判刑3年6個月 他很高興 他進去之後 因為警察訪問他說 他已經是第六次 你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監獄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監獄裡面都是老人 對 像這個 在兵庫縣的監獄 他們都是收容一些 比較年紀高的長者的 一些壽星人 都70歲以上的壽星人 都是70歲以上的 而他們這些人 有40%是重複犯罪入獄的 像剛剛講那個 佐藤先生 他這樣進出 進出已經六輪了 他已經在監獄 他20年間進出監獄六回 難不成他覺得 在監獄裡面還比較好過 對 他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說其實政府 有幫他安排外面的住所 也給他收保障金 可是他總覺得非常無助 我覺得我回到監獄的話 我比較安心 安心就是安心 因為政府會養我 會照顧我 所以我雖然沒有自由 可是我很安心 我有安全感 這是他們非常可怕的情況 這是日本老人 因為為了想要有人照顧 犯罪進監獄 讓政府照顧 可是想到日本年輕人 日本年輕人其實也很辛苦 也很慘 就像是日本有年輕人 他檢居主 他們把自己 就關在小小的籠子裡面 好像產檢一樣關起來 他宅男 特別宅男 非常孤獨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 就像有個例子非常可怕 就是一個爸爸 他找了一個清潔員 去清潔一個舊房子 為什麼 因為他的兒子在裡面 已經過世了 過世之後 因為過世之後要處理 所以進去的時候 清潔員的形容 他屋子的情況就是 進去的時候 惡臭分出來 因為他們知道說 這是個特殊清潔案例 所以他們是穿著這種 防護衣進去的 然後開始清掃 裡面非常雜亂 有一大疊的信用卡 跟貸款 很多的帳單 旁邊還有很多的一些 藥物散落一地 然後他爸爸淡淡的說 可是這種孤獨死亡 應該都是老人才對 怎麼是年輕人 他說他兒子 可 清潔員懷疑他兒子可能輕生 可他父親說 他兒子 因為有使用一些藥物 但是就是因為 他在工作的時候 非常不順利 所以在過世前幾年 其實就已經變成了 非常非常宅男 可能也壞了一些 精神上的疾病 所以最後孤獨的一個人 就在房子裡面這樣過世了 所以他們現在來清掃這個 可是他爸爸跟他 講到這段故事的時候 他是淡淡的說 我兒子就是這樣子 他只在這邊 非常非常疏離 所以日本社會 現在變得非常的可怕 老有所中又有所長 觀寡孤獨廢極者皆有所養 可是現在的日本社會 會不會是未來台灣的社會 真的值得借鏡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天災人禍接踵而至 是否代表這世界上 出了嚴重的問題 在最近的時候 可以看到在華中到江南地區 暴雨連連 這麼一下來 不得了 連龍捲風都出現了 看到這兩年 中國大陸江蘇的 這個澀陽 富嶺還有淮安 包括嚴城地區 竟然是幾種極端天后 集中在一起 造成當地很嚴重的傷亡 包括這個龍捲風 還有這個暴雨 還有黃蜂 包括冰雹 冰雹啦 有的跟雞蛋大 甚至有的跟棒球一樣大 這麼大 然後龍捲風吹垮了 很多的房屋結構 還有4萬平方公尺的化學廠房 還幾乎被移為平地 沒想到 連江蘇都出現龍捲風了 造成江蘇當地有98個人死亡 800個人受傷 其中有200個人重傷 而且當地的這個風速 甚至從12級到17級的風 都出現了 17級已經到強烈颱風的程度了 說每秒風速 2 30公尺這樣子 嚇死人 這短短20幾分鐘 難怪江蘇有災迷行龍 簡直像世界末日 又有龍捲風 又有暴雨狂風 然後又有這個大冰雹 這個是 這個大陸有關當局 已經開設緊急應變中心 三級災難前進指揮所 希望這個最造成 對江蘇造成這麼大的 這個傷害 這個災難可以趕快的過去 其實很多人想 講到剛剛我說的那個風速 享受那種高空風速的快感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之前在挪威 有一個這個跳傘好手 叫赫斯托普 你看他在跳傘的時候 他好像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他一開始想說 是傘張開的時候 是小石頭飛出去 結果後來他回去 釣影片一看 那不是小石頭 在空中這樣飛出去 那跟他擦身而過的 到底是什麼 上面掉下來的 對 你看有沒有看到 咻一下 我問你 他差點被擊中 上面誰在丟石頭 不知道 他以為是降落傘 上面的石頭這樣飛出來 難不成外星人看到他了 從外開空丟石頭下來了 有人這樣想 會不會外星人在高空這樣丟石 可是怎麼哪有這個 這麼剛剛好 嘟嘟好 但是就偏偏發生在這個時候 後來經過驗證 那個好像是隕石 不會吧 那麼高空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能看到隕石 從旁邊飛過去 是機率太小了吧 就真的給他碰上 給赫斯托普碰上 這個挪威好手 在跳傘的時候 據說他在 在他上方20公里處 有一個更大的一個隕石 爆開來 然後爆開來那個是 你看到被他拍到 頭上的頭盔攝影機 拍照的那個小隕石 幾公分大而已 那個大概是爆開 那個小石頭隕石的碎片 所以跟他擦身很過 差點擊中到他 這打鬥不得了 是 今年二月 印度就有一個老兄 計程車問講 被隕石擊中 那個隕石只有兩公分 這麼大而已 就打砸死了 還造成三個人受傷 什麼 這麼嚴重 造成五六平方公尺的一個大洞 這是今年二月印度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 惡斯托普跳傘下來 著地之後平安 他就說好厲害 真的是沒有被隕石擊中 那就有這樣一個極限的 高空跳傘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傘沒開怎麼辦 像這個惡斯托普跳傘 沒救了 之前美國佛羅里達州 你看到他們在跳傘的時候 兩個人撞在一起 這個是塞巴斯蒂安利爾 他不小心被後面的人撞到之後 他馬上失去意識 怎麼辦 失去意識 傘又沒辦法開 那你就準備投胎 可是這時候 不可能有人救他了 怎麼辦呢 他就真的從一萬三千英尺 四千多公尺的高空 兩分鐘之內這樣硬生生的 這樣子墜落到地面 那這不死也半條命果然 他下半生整個癱瘓沒有知覺 他索性撿回一條命 你說這樣能活 他還真的活下來 這樣子怎麼可能活得下來 真的活了 真的活了 這個安利爾說 他曾經成功跳傘過四百多次 他希望他下半生以後復健 能夠恢復知覺之後 他還希望繼續能夠跳傘 一直掉到他不能跳 他就是一個熱愛高空跳傘的跳傘員 我要為他的精神敬佩 但是我更要為下面 我這一位講的阿嬤敬佩 為什麼 這個美國87歲的這個 Janice這個阿嬤 人不服老 在他生日的時候 他用什麼方式 慶祝他的Happy Birthday 你看他從這個高空 也是一萬三千英尺 四千多公尺高空上跳下來 這阿嬤未免膽子太大了吧 反而是他的家人 子孫 兒女都非常的緊張 一直在旁邊幫他打氣安慰 這個阿嬤 Janice還說 跟他的子孫和兒女說 不用怕 我這個跳傘又沒怎樣 三四千多公尺而已 沒關係 我的生日禮物 就這樣真的跳下來 你看 這樣的一個精神跟勇氣 感覺你看在高空中 這樣子跳 然後整個畫面 也是一個紀錄 然後一高人膽大 所以我說不得不為這個老人家 你的精神跟勇氣 很多年輕人都做不到 肅然起敬 你看到這全世界 有許許多多的天坑開始出現了 而天坑把人類的社會宅 把人類的社區都給吞噬掉了 海洋裡面發生了什麼怪事 有巨大型的生物 牠們開始大叛逃了 這是否代表了一個警訓即將展開 這個逃難或者我們說遷徙 不是只有在陸地上發生而已 其實在深深的海底 而且真的是在海底 也不斷的在發生 因為牠們這一些 大量的身體巨大數量 又很多的 真的在海床上 一步一步的在行動 老師你看到畫面當中 怎麼那麼多的巨大生物 牠們究竟在幹什麼 是 你在陸地上要逐水草而居 你在海底你逐啥 牠們難不成是在行軍嗎 所以搞不清楚牠們在幹什麼 網路資料 英文的資料 真的有講到行軍 跟軍隊這個詞 真的講到行軍 因為牠們其實整個排山倒海而來 那個氣勢真的是很磅礡不可當 大家就很好奇 你們到底要幹嘛 而且牠們好像是扶老西幼 出兵酒隔壁這樣子 然後整群這樣子走 有時候還會一隻疊一隻 但是問題來了 你要走到哪去呢 你是怎麼導航的呢 當然有人說牠們體內 有奈米茨克利幫忙導航 這個我們不需要替牠擔心 可是這個軍榮壯盛 看起來是詭異的感覺 因為你不知道牠打哪來 要走到哪去 不過有人說 你也不要擔心太多 因為牠們每年都要這樣走上一招 所以還真有意思 不是歐巴世界 至於說氣候變遷 牠會不會越走越遠 還是乾脆不走了 這個我們就再看看 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 但是有時候地球上的奇景 也不是只有動物而已 來 我們帶大家到美國Texas 在德州因為全世界都有 Sinkhole就是天坑 可是今天這個天坑 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這個天坑好大 那個地方你甚至可以說 當地居民有7000人 全部都陷下去怎麼辦 所以其實當地就跟牠們說 你們要注意 這裡有兩個巨大的天坑 而且立剛你知道嗎 牠們說這兩個天坑 老師有沒有看到衛星照上面 你看清清楚楚的 對 很大對不對 而且還不只這樣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這是兩個正在長大的天坑 所以你一直說範圍還會擴大 越來越大 而且接下來擔心什麼 接下來擔心兩個天坑 慢慢的竟然就會 匯合在一起 兩個天坑 變成一個更加巨大的天坑 所以其實我們不知道 這個事件會發展成什麼程度 牠那個陷落會到怎麼樣的境界 牠才覺得夠了牠才會停止 可是不能夠再等的就是 居民對安全一定要注意 因為我們說到 那個地方是有一個7000人的社群體 就是一個還不小的社區 人也還滿多的 那就非常恐怖對不對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你說地球上有天坑 不斷的在陷落 你會覺得牠陷到哪裡去 大家有沒有開玩笑說過 對啊 從台灣陷下去 會從美國跑出來對不對 不用擔心是不是 不可能是這樣 那到底為什麼不可能 或者為什麼可能 或者我們講得更精準一點 地球到底是什麼形狀呢 有什麼東西在外面繞著地球 在看著我們嗎 例如說月亮是不是在看著我們 是啊 但是結果科學家竟然發現 有另外一顆 你說是什麼樣的天體 因為牠也稱不上是一個衛星 姑姐稱它為準衛星好了 牠竟然也在天上看著我們 而且已經看了超過50年了 我們怎麼都不知道 有東西在看我們 這個世界太怪了吧 但是我們說 我們都沒發現 牠比月球小很多 因為牠大概就是幾十 40到100公尺而已 其實不大 並不大 而且牠繞著地球在運行的時候 這個軌道又不是正遠 有一點在偏 近的時候 大概是1400萬公里 遠的時候會將近4000公里 可是老師不對 觀測設備在這近幾十年來說 越來越先進 越來越進步 哈佛望遠鏡也放到太空當中了 那怎麼沒看到牠 問題就是大家一開始不確定 或者是說是不是不想講 想要隱瞞什麼 你意思說那牠也許知道不說 對 所以牠會說已經繞50年了 而且會繼續再繞50年下去 另外也有人很好奇 就是說 其實也不是只有牠 很多東西都在繞著我們地球走 而且這個東西 牠真的離我們太遠 牠比這個月亮離我們的距離 還要再遠 搞不好有10倍或100倍 所以其實很不容易觀察 但是牠們在看著地球 牠們看得出來地球是什麼形狀嗎 大家知不知道 前幾年有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做The World is Flat 對不對 牠其實就是這個 Freeman寫的 世界是平的有沒有 但是世界是平的 地球是圓的 這句話聽了會不會覺得很怪 對 我一直覺得 這個應該是大家都知道 地球當然是圓的 可是沒想到世界上 竟然有人認為 地球是扁的 地球是平的 NASA還會派人在世界的角落 然後把人圍起來 把世界看顧起來 我們很難相信這個事情 結果沒想到 竟然有一個爸爸 他跟他的小孩吵這個事情 吵到整個人抓狂 我們之前不是說有一個媽媽 小朋友一直用iPhone 他氣到用槍把iPhone打爆 這個爸爸他是氣到 把他的兒子跟他女朋友的東西 全部燒光 因為他的兒子跟他的女朋友 特別是他兒子的女朋友 相信地球是平的 他就是覺得這個世界都在騙人 這裡面有陰謀論 結果燒下去之後 沒想到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結果呢 老爸的臉被灼傷了 跑到醫院去 而且火是驚人 消防隊都來了 結果大家一問 這個火音的起因 是因為地球是扁的 真的地球 這個實在是太詭異了 所以其實我們要跟大家說 沒有人騙你 地球是圓的 最近在英國有一條海岸 大家稱為侏羅紀海岸 這條海岸線 現在開始龜裂了 許多人都在那裡 望著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底下 可能有別的東西 看看這裡是英國南部 著名的侏羅紀海岸 為什麼叫侏羅紀海岸 聽起來就像電影裡面的 一個場景一樣 這裡就是因為侏羅紀 他當時在發現 侏羅紀時代的恐龍的 化石而著名的 所以這裡是著名的 一個觀光景點 2001年 英國政府就把他 向聯合國通過了 教科文組織 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地方是世界文化遺產 對 結果沒有想到 你看到他開始龜裂出 一個長長的 將近300公尺的一個裂縫 他距裂成這麼長一條距離 後來仔細去估算 總共大概長270公尺 然後寬1.2公尺 深大概有1.8公尺 這樣一個這麼深 結果沒想到這麼長的一個 300公尺的超級巨峰 會不會導致這個整個 崩塌 包括他剩下的一片 這樣一個整個崩塌下到 有可能崩嗎 滑到海面裡 這個專家非常的擔心 大家會想說這個裂縫 原來是自然現象造成的 不是像我們講的天坑嗎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一個天坑 真的出現在亞洲 而且就在大陸廣西 桂平市的白沙鎮 第三初級中學附近 你看那個本來是一個池塘 它裡面養了很多魚 至少5萬金魚以上 你看突然出現那個 魚都在洞裡面了 你看到這個洞 魚叼洞裡去了 你說洞裡面的魚去哪裡 不知道 因為那個男生生不見底 男生這個洞 還通到別的地方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大的天坑 是人為的 是附近當時有採礦的沙石場 他們在採礦沙石場 一直挖…就挖成這樣 造成它這個地層下跡 然後出現這樣一個天坑 但是他們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麼會一個天坑一個天坑冒出來 據說在這個魚塘 這個池塘附近 還有一兩個天坑 也在那邊 再看到另外一個 這是出現在美國加州馬德拉市 這個天坑莫名其妙 會出現在這個馬路上 馬德拉市開著開得好好的 結果你看到沒有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個大窟窿 我們在講路坪路坪 結果沒想到你看 就不偏不倚的 在中間路就不平 可是你想想看 加州會出現這樣的坑 就有點乖了 對 它不像我們亞洲 尤其是台灣 常常會出現包商回田不時 可是你在這個 看起來其他的路面 還平整得不錯 可是就中間 突然塌陷了一個大窟窿 結果現在只要把它中間 把它圍起來 避免說經過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意外 可是有沒有看到 那範圍好像還在擴大中 對 它大概是滿深的 大概也是成 你看那個長寬 大概也是1.2×1.5 而且在路中間 對 就這麼大的一個洞 所以他們很怕說這個洞 會一直不斷的 大範圍的擴大 除了美國的加州馬德拉市 有出現這樣 因為他們也在山西 是不是因為一直下大雨 下大雨造成那個路面 承受不了這個積水的重量 然後往裡面滲下去 然後洞才會這樣子塌下去 但是另外一個也是 在馬路上的洞 你看到這個在巴西南部 你就會嚇一跳 巴西南部 這是公車 公車怎麼變成這樣 你看到這個畫面 整個吃進去了 幸好剛剛在公車掉下去之前 你看下面是滾滾黃的水 你看如果車上有這個 你看車上乘客趕快下來 你看他們那個輪胎一直 趕快已經準備下線 可是駕駛有沒有在車上 全部都平安的下來 他們所幸眼明腳快 因為趕快跑 那個車子 當天坑慢慢的行程的時候 然後加上後面的路 他幾乎已經塌陷下去了 駕駛跟乘客 紛紛的叫大家趕快下車 趕快往另外一個地方 反方向後側 結果沒想到 才下來 最後一個乘客下來 沒有一兩分鐘 這個車子 縮時遲那十塊 就從天坑的洞這樣子 因為下面的路基 早就被掏空了 下面早就是一條 滾滾黃沙的黃泥水 整個河流這樣子 非常湍急的這個河流 結果沒想到你看 這個公車就被這個天坑吃下去 然後就順著這個河流給流出來 結果就造成說整個巴西的這個 看起來好像一個洪水的災難 差一點他們都變成水難民 瞬間的這個就消失 在這個黃泥水當中 但是其實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麼地球的這個 這麼多會塌陷的東西 太可怕了 塌陷不只是在中南美洲亞洲 還出現在澳洲 澳洲昆斯蘭省的這個彩虹沙灘 也是很著名的觀光景點 突然有一次你看到 他出現了一個非常巨大的 這個也是天坑 海邊會出現這樣的洞 我跟你講 還是三更半夜出現的 這個是已經白天拍的 所以天亮的時候大家看到 就突然冒出一個洞來了 趕快撤離這個 沙灘上露營的大大小小 一家老小兩三百名這個遊客 撤離之後白天再去看查 才發現說原來在澳洲昆斯蘭省 那個彩虹沙灘 竟然有長達一兩百公尺 這樣一個巨坑 所以好險他們撤離得著 否則這兩三百個遊客 搞不好這隨著天坑你看 掉到那坑裡面去 可能都這個後悔莫及了 說到南非 你會想到以前的南非 是個白人至上的地方 說到南非經過了 這種族隔離政策之後 現在的南非不一樣了 只有22年來 現在的大暴動 卻發現平民是白人 平民變成白人 風水賺了嗎 我跟你講 南非的首都普勒多利亞對不對 八月要選出新的市長 可是我跟你講 他們是執政黨 是非洲民族議會 ANC 結果他們的非洲民族議會的候選人 他有權利去推選 另外一個人來跟他競爭 結果他選了誰 你知道 誰 他選了竹魯竹的女候選人 叫迪蒂莎 各派系出來跳 出來罵 迪蒂莎不是普勒多利亞人 你為什麼要推選出他來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候選人 你不推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結果呢 暴動 多少人跑上街頭去燒汽車砸商店 攔路就打人 你知道在幾天下來 死了三個人 十幾個人受傷 四十個人被捕 好 立剛我現在講到這邊就要跟你講 風水真的是輪流轉了 在現在南非出現的白人平民庫 不是以前都是黑人嗎 以前白人至上嗎 怎麼可能會有黑人 再怎麼說這時候隔離沒有了 白人還是有錢 你知道這個白人平民庫的白人 不會比當年的黑人慘喔 沒水沒電沒食物 骯髒貧窮最重要的是 黑人怎麼可能是住在這種地方 白人喔 聽清楚是白人住在這種平民庫喔 送到醫院裡面一看白人 醫院是拒收的 連醫院都拒收白人啊 因為當初曼德拉推翻了這個種族隔離政策之後 你知道給予黑人大量補貼 哇 上學有補貼 生活有補貼 沒有工作有津貼 所以說這個對於黑人的照顧是越來越多 反而白人是越來越少 現在你知道現在衍生出一個什麼奇怪的怪象嗎 什麼現象 黑人高中生可以拿到政府的工作 白人大學生畢業有文憑找不到工作 怎麼會這樣落差 這些黑人連電腦都不會開 結果他們竟然可以進到政府裡面享受公職 因為他們有保障 結果白人完全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非洲民族議會在這個地方上面 他們現在是反其道而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個 美國有一個學者 Miller他空拍 空拍什麼東西給大家看呢 在南非的貧富懸殊 你說只是嘴巴上講嗎 不 從地理上來看 有時候一條馬路 就隔開左邊 可能他還是什麼 那個貧民庫 右邊他可能就是什麼 富人區了 就是高級區了 只是一條馬路就把它隔開了 隔了隔 中間高爾富球場就落差變得那麼大了 大家看到中間那個高爾富球場 隔開了貧與富之間的關係 可是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一個政策的錯誤比什麼都恐怖 台灣要引以為借鏡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油猜的天職就是要把信投到信箱裡面 但是信箱這個信要投進去 還真不容易 在台灣的油猜常被狗咬 被鴨子追對不對 可是在國外有一些油猜 它有你意想不到的天敵 你看 這比較傳統的人家 你看油猜要把信丟進去的話 誰把他擠出來啦 又... 什麼... 油猜 你不要抓... 你不要抓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些家庭有養貓 這些喵心人 看到油猜丟進來的東西了 他不准你丟啊 喵心人的爪子就伸出來了 不要丟進來... 這是我家耶 他目前投個信都不讓我投進去 投個信 投個卡卡錄 偷偷被他給踢出來 把他給丟出來了 抵抗 不斷抵抗 我跟你講油猜你看丟了 這是第四次了 我們現在畫面到現在 已經第四次了 還是遞不進去啊 阿姨 喵心人 你不要再抵抗我